要看回放 好 很突然的就來到這邊 要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直播地點 那昨天在六本目 今天當然就在歌舞祭庭 請問小木哥 歌舞祭庭的日文怎麼唸 卡布基序 卡布基就是歌舞祭的意思 丁是丁 丁 歌舞祭 有一個歌舞祭座對不對 對 在那個地方是在哪 在銀座 在銀座 本來那個座是要開在我們這裡的 那為什麼跑到那邊去 反而這裡變成歌舞祭庭 因為當時歌舞祭庭要起一個地名的時候 當年的東印度政府就想把歌舞祭庭放在歌舞祭庭 先開了這個名字 先把這個街名訂了 後來被銀座搶走了 所以那個時候這個東西還有角力 對 因為他們的傳統軍務 開在哪裡哪裡人就會忘了 對 大家都搶 結果歌舞祭庭搶輸了 歌舞祭庭的實力沒有銀座搶 那銀座當然很強 所以這個是什麼區議會還是怎麼樣去強 既有區議會東京都 更重要的是當地的民間 這個個人的實力 那銀座一定比較強 對 因為它大公司還有最早的這些風暑店 在那邊都比我們強 而且它還要有文化性 而且當年的東京都政府就在那邊 不在這邊 它連東京都政府還不賣新術 不是 都廳還沒有蓋好 在東京車站的旁邊 像國際會議中心 那個地方是東京都的都廳 所以在這樣一般角力之下 結果歌舞祭座跑到銀座去了 對 但歌舞祭庭就沒有這個名字 但只剩下這個名字 然後後來歌舞祭庭馬上就造了一個 日本歷史上最現代化最高級的劇場 叫Koma劇場 Koma劇場 Koma就是旋轉的意思 它那個機械的舞台可以轉動的 就是第一個 日本的最現代化在60多年前 就造成歌舞祭庭 那個時候是很先進的 等一下我們到裡面去看看那個劇場的位置 那在地理位置上呢 請問歌舞祭庭是在新宿裡面 對 然後大概有多大 它就是長 你看從這條街 從那條街 就是前面那個 有這個我們有 酒杯燈的那個地方 開始 一直到底下去 也就是600米的長 600公尺 600公尺長 寬 這個寬度也是600公尺 那這邊還有停車場 怎麼會有這麼浪費的空間 為什麼沒有拿來蓋 主要集中在那邊 主要集中在那邊 對 我們等一下 不然又穿越馬路到時候被人家檢舉 對 但是這個整個地區呢 是店家會有多少家 五千 五千家 五千家 你看一棟樓裡面有幾十家 那種吃東西的也算嗎 也算 吃東西陪酒的 這裡主要是女孩子陪男孩子的比較多 對 這樣呢 他一個樓裡面就幾十家 也就是一整棟裡面就有這麼多 對 這一條路都是這樣 而且好像 他們取名有什麼樣子的規則嗎 沒有 都沒有 都自己高興的嗎 一般老媽啊 老公的名字啊 取一個字啊 或者當年那個哪個 不會算命或是什麼東西 日本人不太講算命 但也會講風水 但是沒有華語圈那麼講究 他自己的名字 或者當年的流行語 哪個字啊 就取個名字 還有自己的小孩 你看這邊也是一整棟到七樓 你看 一棟不止 不是 一城不止一家 對對對 差點 忘了 我們就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去看牛郎去 一個牛郎 我們走近一點才看得到 我們都沒過 我們忘了 忘了 一開心就 過去了 剛剛在路上看到 有沒有我們以前租來演講 那個貨櫃車這邊是牛郎店在用 全是牛郎在用 女孩子陪酒店不會用 你看這種牛郎 他一年幾個億的收入都有的 天與禮 等一下我們為什麼要幫他做廣告呢 但是看起來 我現在帶你們來走這裡 看這邊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牛郎的廣告 他看起來不太像 牛郎的廣告 看起來不像像男的 我錯了 我瞎了 我帶你們來 讓你們看一個很重要的牛郎 是這樣子嗎 他躲在這了 真的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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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工作不是牛郎 對 不好意思 這有很嚴格的規定 看到沒有 為什麼 一個海報一定要放兩個人 有沒有注意到 兩個人 都是兩個 其他就是 一組人 一定要兩個人以上 小木哥不只是精通歌舞技體 他對政治很有研究 請問競選幾次 兩次了 兩次 是一個專業的競選者 目前還沒有選上 明年還要再選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到底為什麼 OK 在11月1號以前 貼的海報可以貼 這麼大一張海報 就我一個人的頭下 我一個人的名字可以 那也叫政治活動 但是現在的政治活動呢 馬上跟競選有關係 所以必須要 一個人的頭像和名字 只能占三分之一 為什麼有這種 等一下 其他我一個人競選 就我一個人不行嗎 不行 你要有個集體來 搞政治活動 現在我們不能講 這是競選活動 那是違法的 只能講是政治活動 但實際上呢 顧名思義人家 會知道你是要幹嘛 有網友講說 李先生看起來很年輕 講話很成熟和過手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他幾歲 你他媽猜不出來 這一個人三分之一 這一個人三分之一 那這兩個白邊 加起來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像這一張 你會找一個理由 就是令和五年 五月三十一號 要接頭演講 對對對 可是一放就放半年 對 然後這個呢 也是三分之一 加起來以後 它就是三分之一的面積 那這個是新術推進會 什麼之類的名稱 這是你自己開的 我們政治團隊的名稱 然後這個女的呢 她是個玻利維亞人 她已經當選了三屆了 那算是你學姐就對了 對 那肯定是我的先輩 先輩 先輩 她呢在牧田區 現議員 她為什麼支持我們 牧田區是一個比較老的區 你們看就是那個天空樹 在那邊 它是那邊那個區的 但奇怪 這個辯士是什麼意思 不是辯護士 是 就是政治家搞演說嘛 對 那就是你可以去搞演說的意思 辯士 還不是跟律師不一樣 那所以 辯論士吧 你們這個就不是那些大黨的 對 這個成員就是算是獨立參選 他也是獨立的 他也是獨立的 他老公是兩屆國會議員 哦 國會議員 參議院還眾議院 眾議院 眾議院 就是當年民主黨最強勢的時候 他老公當了兩屆 所以他在那個區域呢 就有很多支持者 他們也算是政治世家 我們幫人家宣傳一下好了 這個叫什麼 什麼PR黨 貼附PR黨 這個就是廣告 廣告Post Post 他就是讓你們來到他那裡去 學會來搞這個的 但是他們這個 哦 算是活動是不是 他就是一種廣告吧 好 那我們也沒有說不幫人家宣傳 我們這樣隨便看一下 你看這裡佔個地方 這裡佔個地方 對 這邊還佔一個地方 哦 你也一區佔三個 但你不能都貼滿 我可以 但是我比他們晚了一點 哦 他們以前選舉的就佔了這個地方了 哦 其實我們大家都等於是目守成規的 大家有一個勢力分為 對 新宿區中央區 但是你沒有寫你是什麼區 不 因為他是縣議員的話 這都是縣議員 他明天還要選嘛 現在等於他要委任 對 因為我還沒搭上過 我只能寫 作家歌舞伎庭案內人 這個名字是很多日本人知道的 對 各位現在可以去Google一下 是歌舞伎庭最著名的案內人之一 對 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知道 當然知道很有名啊 但我們繼續往那邊走 OK 變成一個政治客 剛剛呢 這個餃子店呢 我姓李 哦 餃子專科利 是中國人開的 那他為什麼現在這麼早就關了呢 最近生意不好吧 可能 今天星期天休息嘛 平常開著的 所以他很支持我 把他很多的地方給了我 哦 是他同意的 他還有跟老的交往的人嘛 所以他還要給他一點關係嘛 好 所以我們現在走這個地方 剛剛已經看完了海報 現在正要進入歌舞伎庭了 嗯 這邊呢 是一個打那個練習 把進鉤嗎 不是不是不是 把進鉤身體練習打高爾夫的 哦高爾夫球練習場 你看這麼大一個場子 這是媽媽山啊 爸爸山啊 小姐啊 牛郎啊 他也需要練高爾夫球嗎 因為他要陪老頭子去打高爾夫嘛 所以這裡的小姐 對啊 往外進到要去陪打高爾夫球的那個level 對 他要做好的客人 高級客人 有錢的客人 做老頭都會打高爾夫 所以他們要來練習的 哦 所以這也是整個歌舞伎庭的需要 對 一條龍服務嘛 哦 那所以 難怪雖然這個 尺寸不是很大 你看看 在這裡看的到裡面打高爾夫的 哦對 真的耶 女的也在裡面 年輕的女的也有 男的也有 麻煩不要拍到人哦各位 拍不清 對 沒關係 好 我都不知道原來這個東西是綁在一起的 當然 因為在這裡來喝酒的 真正有錢的人 都會去打高爾夫 都想去泡溫泉 哦 那就是後續的服務 你想綁到這樣的好客人 也不禁陪他去泡溫泉 哦 你知道泡溫泉就可以幹什麼 那當然 但是你還得陪他去玩 他打高爾夫啊 也就 一去就開幹 對 要泡溫泉 對 先幹那個棒子的 棒子的 你看這邊 可是這邊為什麼都是牛郎店 全是牛郎店 所以這裡到底還有剩下 好你看看這邊 你看這個車來了給他看看 牛郎的廣告車 哇靠 這裡有錢的都是牛郎店 對 都是牛郎的 那請問我有沒有這個素質可以擔任 可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要問一下 他不行 完全可以 因為年紀75歲的還有做牛郎的 還有75歲的 你看 這個是他做的上億 這麼小孩 他今年 業績破億 對 書籍發售 他也賣書耶 他也賣書 對 但他是自己 他自己 自費嘛 自費可以 跟我不一樣 我們也一本是自費的 人家來找你出 我都是出版社找我的 你看這個對面有個老家利益 跟我的利益一樣的 看到嗎 這裡怎麼閃都是 利 這是利的 這是整棟大樓的利 利的三號樓 整個在歌舞基金有三個利 那是你家開的嗎 我們叫祖宗開 台灣的 台灣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台灣的理性人士 叫李騰柱 不認識 他的 他大老闆 就是早年大老闆的弟弟 跟我的姐姐談過戀愛 在日本 所以我知道 你看 而且對面那個 劉川峰 你知道是灌籃高手裡面的人名 最近灌籃高手剛出電影 但沒關係 他就用這個名字 他就用這個比較好戲 這是其中一棟 利筆流 我們在哪裡走 就有 你看這旁邊的樓 都是一棟裡面有幾十家 你們看這邊 這邊 這邊裡面是情人酒店 Hotel 情人酒店 還有就是牛郎店為主 等下我們會轉過來的 我們先從這裡走吧 到那個最中心的地方 轉一下 但這有吃飯的地方 有 可是在這種地方開吃飯店 會不會太不划算 沒有啊 你到這裡喝酒之前你要吃飯吧 你跟小姐約 跟小姐跟牛郎約 要同伴嘛 在很遠的地方約了 然後跑到這裡不就很遠嗎 請問這邊的正常上班時間是什麼時候 例如說 Club就是八點開 也就是通常大家前面要吃一頓 對 然後再來 對 所以你在來的時候 去拉麵店也叫同伴 那是沒錢的 比較窮的 還有就是中華料理是水調的 第三呢那就是能夠幹嘛的呢 就是能夠去料亭 開食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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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那就比較高級 那就是有錢的 那就吃飲料啊 開酒也不一樣的 分等次的 所以在這邊 但等等我想要繼續那個 沒有人相信我應該問的問題 就請問那牛郎店的牛郎 需要什麼樣子的素質呢 基本這裡啊 讀書的那個學歷都不高 學歷不高 基本是初中比較多 嗯 初中 可是那這樣怎麼 怎麼陪客人大學的很少 所以呢 那就靠他們怎麼玩呗 這 這方面 有這麼 我們鏡頭轉過來一下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樓上 封林會館沒人茶屋 封林會館 是70年前 歌舞基金最有代表性的一個樓 地標性的樓 這個老闆 也是台灣的 又是台灣的 又是台灣的 我們當年很厲害 現在好像不行 我跟他的孫子很熟 我搞了一個話劇 他建了一層第六個 給我們排列 就是 這是台灣人的 你看 剛才那也是台灣人 對吧 這也是台灣人 等下我們再走到裡面去 好多台灣人的 為什麼這麼講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的國民政府啊 是戰勝國 對啊 中國是戰勝國 他們來這邊接書嗎 對 他的軍職人員 文職人員 可以吃大米 在一片廢墟被美軍炸完的 這是一片廢墟 那時候是GHQ啊 美軍的總 那個 GHQ管理育館的時候 那 他們就有 用大米當黑色去換錢 換了錢 就把地買了 這是台灣人幹的 不好意思 這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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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商業頭腦 有商業頭腦 小公哥我們等一下要往哪邊走 這邊走 那邊再過去 600米就 走到一半了 走到一半了 我們走到200多米過來 那邊有區政府啊 那邊什麼好看的 這邊怎麼看都是 牛腦店比較多 對 那個歌舞季庭長是長600米 關大概也是 600米 600米左右 所以是一個0.5平方公里左右的一個地方 嗯 我又不是來算數學的 哈哈哈哈 走走 走 真的怎麼看就是牛腦店比較賺錢 這裡呢 還是我放棄我的工作來這邊 牛腦店工作算了 這邊還有兩家比較老一點的 資歷比較長一點的 女孩子陪男孩子的店 所以你能看到女孩子的照片 那我們可以站到這邊來 可以啊 拍一下 不然這個會擋住人家的路 嗯 這個是無料案內是什麼意思 Information 就是 等等我們剛剛忘了解釋一件事情 什麼叫案內人 嗯 嗯 案內就是導遊的意思 嗯 導遊引路人指路人 嗯 跟你來相談 我們叫所當 就是 只是跟你解說的 嗯 叫案內人 對 所以你當時機場有案內的所 對也有案內所 不是封所 不是限制在封所 哎 哪裡都有 那案內人都是合法 嗯 當然當然是合法的 嗯 你看在很多電視節目裡面 嗯 都有一個女的很有名的演員 對 她今天做 比方說做沖繩的案內人 嗯 她今天復合來引導 引導就是帶路人 嗯 跟你做介紹 那為什麼後來歌舞劇庭會變成有這 無料案內這個Information 這是什麼 因為不准在大街上拿課了 不能拉課 多久以前開始搬拉課 那是應該是 準確講是2007年開始 那以前你起家就是靠在街上拉課 對 那時候還可以 嗯 後來 忽然間這樣轉變 你會不會沒辦法示意 沒關係啊 後來我培養了 我的小弟就到 他就到酒店去接人過來就行了 哦 開始說接過來就行了 你帶他走 所以產業轉型 產業轉型 對 那現在在歌舞劇庭的這些都是你進去 然後他是免費的跟介紹 嗯 那不會被多收錢嗎 他不敢 因為他店開在這 嗯 所以這就是這家店的無料案內 嗯 他有幾家店聯合找他案內 哦 或者是他自己開的 幾家店 嗯 他就只介紹他自己有關係的店 嗯 比方說那 你還長什麼樣 有照片 有加錢 什麼都有 是這個意思 哦 這個我看一下 現在 天這麼冷 網友有沒有提出什麼問題 嗯 這個 對啊 網友說是李小木 然後還有人叫我去邱葉雲 嗯 那是不一樣的 那是 那只是 入獄的 嗯 我們這裡除了入獄以外 各種樣的都有 哦 你看還有網友真的認識你 他說李小木這麼多年 湖南口音還是沒有改 這裡毛乾咧 一堆毛乾 湘音無改並毛吹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繼續再往哪邊走 我們到這裡 我跟你介紹一下這個樓 哦 好啊 好啊 悄悄的丟過去 嗯 請問照片跟本人會差很多嗎 肯定是修過的 哦 像你講這麼直接 OK 這個你看現在這是買藥的 藥裝店 對藥裝店 這藥裝店 旁邊是一家咖啡店 本來整個一城都是一個咖啡店 後來因為各個幫派都喜歡在裡面喝咖啡 有中國人開槍打死日本流氓的 也有老打統治人的 都在這個咖啡店發生的 後來就把這個咖啡店就縮得一點點大 按那鎖的那邊就變得 不要再起衝突就對了 不要讓各種幫派在裡面來 這就是在2002年發生那個槍擊事件 2002年啊 2002年前 中國人六個留學生拿著手槍 打死一個日本的 留學生為什麼沒有手槍 就是從海上來的那個時候 就在這裡發生的那個故事 以前這個咖啡店叫 Pardjele Pardjele是法語的一個意思 這麼有小問 學問 而且這邊廣告全部都是牛郎的 今天是禮拜天 我沒有很想看電影 我只是覺得趨勢不一樣 今天禮拜天 這些店都關門 小姐的店都關門 那他們就去牛郎店 他就到那邊去消費自己休息 然後平常這裡很多人 他們會在那邊拉客嗎 不會 牛郎拉客 但他站在他自己店前面拉客可以的 但不能走出去 不能走到太遠的地方 但現在也有走到那些地方 但有時候警察也會說 你不能站在那裡 會管就對了 那叫違反交通道路法 我們看到一個揚美吐氣的地方 台灣同鄉協同組合 對對對 你就像華裔中一樣 真的啊 就台灣同鄉會啊不行嗎 對 就是台灣同鄉會的 對對對 這個應該是屬於 這屬於藍儀系的 藍儀系 藍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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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儀喔 你不是藍儀 所以他還有政治支持的總項 是不一樣的 那明天上去問問看他 請問明年總統支持誰 我記得 還有有沒有綠營的咧 綠營的也有 還是在六本木那邊 昨天你沒看到 在六本木那邊 在六本木 走 好 好 你到馬路這邊來 好 你這樣看 就漂亮了吧 這全是牛腩吧 這樣看 全是 很遺憾我們的觀眾 以男生居多 他這個停車場不值錢 但停車場的廣告牌 比他停車還值錢 一定是 剛剛有網友問 請問 在日本的台灣人 跟中國人會不會起衝突 不會啊 只要有利益 就不會 但不是 都是華人嘛 老台灣人呢 都有不動產 但實際上 在這裡人並不多 在這裡已經變成日本人 很多規劃了的 入籍了 他連華語都不會講 那就沒有衝突了 沒有衝突 反倒是那些老闆們 請中國大陸來的 打工得多 在中華街啊 反而成為一個產業 你看這樣 這個角度特別好看 那有妹子 妹子 今天你幫天關門 昨天我來看 都沒有 你看這個角度 三角的這個 哇 2022年度上半期的王者 一個月賺1600萬 你看我日文也不錯 對 我也猜得出來 所以都還 這個廣告都還比較正常啊 我之前看過一堆牛郎店 它長相奇奇怪怪的 這個都還算 還算 一般人可以接受 你看那邊大屏幕 全是牛郎的 在那牆上 這裡本來是個高級日本料亭的 都被他們 歌舞伎品 怎麼現在變成 完全跟我們以為的性別不一樣 久了我們繼續前進 Japanese Risotto 蛤 日式燉飯是什麼東西 對 橫濱家庭這有拉麵 這都是中國人開的 嗯 你別看這寫了日本牌子 對吧 但實際上是中國人開的 蛤 很多 好的 所以這裡也有無料案內所 對 到處有 將近三百家在這裡面 我們從這邊走 連無料案內所都有三百家 嗯 對面還有小肥羊 你看這一家是最有名的女孩子騙男孩子的 今天星期天他們 對 好我們到這裡以後呢 就往那個裡面走吧 好的 這比較熱鬧一點 好的 所以禮拜天會是什麼樣的人來這邊逛街啊 吃飯嗎還是怎麼樣 吃飯吧也有 也有來喝酒 也有很多居酒屋啊 有啊 像這個燒肉嘛 酒酒味 對 這裡的飲食也非常發達 嗯 各國料理都有 是沒錯 各國料理都有 你看這邊還有英文耶 FREE STYLE BAR COCO DE AND NON DEAL PRODUCED BY MEN'S TWO HOUR LADY'S FREE TIME FREE DRINK 這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酒吧 這是一個酒吧 你還問人家說話 不是啦 我的意思說 在地是怎麼看 這就是兩小時 然後 他也在規定的時間之內 哦 這裡好像就是 就消費 LADY'S NIGHT 就女性好像免 對 不要錢的 但是男生要付三千塊 嗯 他是告訴你 到這裡來 可以 可以找到你不認識的女孩子 你可以跟她交朋友 那種都比較像約會的店 嗯 他是以這種形式 哦 這邊真的好多吃的東西 嗯 嗯 要吃什麼嗎 有沒有好吃的 有 一個是吃日本的牛肉 A5級的牛肉店 嗯 在那裡有一家 我告訴你們來 來來來來來來 對對對 我想起來 大興奮 嗯 那家店不錯 慢慢走 太快不行啊 太快不行 太快不行 一個是牛肉 來到日本就吃牛肉 對 和牛 還要吃好的生魚片的店 還有一個能眾推薦的 湖南菜館 等一下會去吃啊 我給你推薦那個牛肉店 在這 太震撼了 我到現在還沒遇到台灣人 哈哈哈 沒遇到台灣人 台灣人你們 台灣經濟發展也不錯 以前有很多台灣小姐賠酒 有還來這邊賺錢啊 他那個 這個呢 這個是一個機器人表演 你退一點到這邊看著 你看這個廣告有多大 我來的 發紙巾的那個工作 就是這個老闆找我的 但是他 後來已經轉做機器人 這機器人表演的一個 有秀表演的一家店 我知道那個DVD建廠是什麼 可以看A片 看A片 給你一個小房間 給你紙巾 給你工具 邊看邊自己玩的那種 但是都已經在購計艇了 還要這樣自己處理不動 不 這很便宜 他可以當一個晚上睡覺的地方 他也可以睡覺 他可以睡覺嘛 到早上有電池在走 他也不用去找酒店 他也找不起 沒有那個錢去找女孩子嘛 他就自娛自樂嘛 自我安慰 也算是完整產業店的一環 比較便宜 對 就學生呢 比方說學生可以這樣做 嗨 你們也來這邊逛街 來吃飯 來吃飯 好 相信不是做別的事情 你說呢 是不是 我不是 李小木是歌舞技艇 最厲害的案內人 我們請他來介紹這裡 好不好 這邊都 比較多牛郎店 對 因為禮拜天 禮拜天的時候 最後牛郎店 鄭興盛 小姐店都關了 真的嗎 對 我們要去台灣也去 等一下 我要直播 你不要到時候上季 你上新聞啊 台灣來的是吧 不是 還好 還好 趕快去吃飯 趕快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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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回去休息 回去休息 拜拜 拜拜 我最早的那個 發紙巾的店 就是他開的 但是他店開到那邊 後來他把這邊 很多土地都買下來了 也是靠米發紙巾 發到他賺錢 對 這個老闆 而且這個位置 他說 你站在這個角 站在這個角 看這個 這棟樓 以前最早的就是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東京有一個叫 卡尼多納戈 不知道 謝道樂 哦哦 我知道 大阪 就是有那個 他說本店最早在大阪 東京的第一家店 就開在這個位置的 那結果後來被 所以我帶了很多 被這個老闆買下來以後呢 他就搬到了伊斯坦南莊 那個六樓七樓八樓 就是行速到那個旁邊 在這邊的店 高度會不會影響生意 比如說他在三樓 他在七樓 有那麼差 那當然不一樣 但是有些民店 你看到哪兒他也找進去 日本人喜歡排隊 這種店也可以排隊 也可以排隊 他沒有疫情的時候 這道路店 謝道樂 你約不上的 真假 吃個螃蟹 都是中國的旅遊團來的 也是 不來了 現在你就可以 就不預約就可以去 像這樣的名字 如果取一樣 會不會是姐妹呢 一條響跟一條魁 還是單純只是取一名 可能是同一個人啊 不是 他們以這種一個店裡面 像姊妹一樣的 並不一定是親姊妹 不好意思 我就是好奇想要問一下 你看這個底下有這個 這邊有這些 而且他好像 photographic design studio 是拍照的嗎 好像也不是 沒有他給你做美容的 哦 美容店應該在這個地方 蝦性 對 做美容化妝 然後這些衣服呢 是給女孩子玩禮服 哦 對對對 男孩子呢 有錢嘛 刷卡嘛 幫忙買 就幫他買了 然後買了呢 男孩子上電車上車了 女孩子就把衣服拿回來拿錢 哦 對對對 明白嗎 你知道有那個名牌之這個 嗯 我不說現在這家電視這樣 不是 以前看的這個地方 你就是幹這個事的 嗯 這裡好多吃的東西 對 而且吃的東西跟那什麼 Rose Bar都是混在一起的 你站在這個角度看這個 對 那個那個牆壁 這棟樓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跳那個電腦 那個機器人舞的那個老闆的樓 這也是他的 所以他的 所以他的 他真的很有錢 很有錢 對 開心 他叫松下 Morishitaさん Morishitaさん 現在已經很老了 我都60多了 他應該 他應該差不多70歲了 走走走 80了 我要介紹的這個 又又又有了 最高級的 燒肉店就在這 你等等 那是因為有貼你的 對對對 男爸爸這個燒肉店真的好不錯 由於這家店是特別支援李小木的店 你看啊 他這些肉是A5級的肉 所以 還真不貴 小木哥在介紹的時候 投桃報李 要特別介紹這家店 叫南邦邦的燒肉 蝦捕蝦捕就是吃火鍋的 蝦捕蝦捕是吃火鍋 所以他兩個都有 有燒肉也有蝦捕蝦捕 而且這家店是24小時開 一牛郎子女們下了班 到早上還要吃 有天我就在這吃過一吃早餐 早餐也在那邊吃啊 所以老闆現在不在對不對 不然我想說你要不進去跟他打招呼 我看看 不好意思 老闆在嗎 你把杯子放了 我們在直播幫你宣傳一下 你過來一下 你放給我 李老師說牛郎之女 對啊 而且剛才有個網友 董內說 我叫了一個帥哥 帥哥 老闆呢 你在赤城嗎 你在赤城 你是店長對吧 你貴姓啊 我姓李 姓李 我們一家的 小木哥直播帶我們來 他特別打廣告 好多台灣人在看的 大概四千人 四千人 就是全世界的華人都在看的 他是台灣很有名的 希望生意興隆 謝謝 謝謝小李 拜拜 那天誰拔了我海報 你告訴我一下 要好好保護他 對對對 謝謝 李小木 下次要幫他拉票 謝謝 拜拜 謝謝 你看這邊還有一張 還有啊 你到底貼到哪裡去 因為他這樣走路看的見 他這樣走路看的見 明白嗎 就讓人視線容易看到的地方 這是三百六十度的行銷 真令人感到震撼 好 為什麼一定要貼到這呢 因為這就是區政府 區議員們都在這裡上班 只要從這個後門進出 我貼到這裡給他們有壓力 就讓他們覺得這人可能認真在競選 對啊 他們有的努力 他們不努力就可能 他的票被我搶掉了 他的票被我搶掉了 下次 所以這是議員 議員就在這邊 在這個樓上開會的 哦 議員就在這個樓上上班的 新宿區政府 區政府大樓 我剛以為是區公所的那個 就也是區公所 區公所跟區域會在一起 每個區都是這樣的 嗯 這邊也有很多DVD 對DVD 哦 你看見賞的 你就一個一個的小房間 還有房間的 對對對 就一個沙發位置 有紙巾有毛巾 哦 對啦 這個也是要專業人士 才明白紙巾毛巾是哪一個 哈哈哈哈 剛才說這個機器人的 舞的這個 這個表演場 真的還有啊 這個正門在這裡進 哦 非常漂亮在這裡 這裡是什麼 進隔店嗎 也不是 還是那個機器人呢 就是機器人的那個舞場嘛 這棟樓都是他的 以前是那個 謝大樂的樓嘛 嗯 把他趕走 那他是怎麼樣 認為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好多遊客來的啊 哦 歐美的 大陸的 台灣的 東南亞的 全來這裡 真奇妙 我們等下次不來工作的時候 再進去看一看 三千塊錢 給你一個盒 飯盒 還給你一個飲料 你看便宜吧 哦 我們往這邊走吧 這邊這邊 好 又走錯邊了 這個都還在那個 歌舞伎廷的範圍 對 晚上他會變成步行區嗎 沒有 這就是步行區 不准開車進來 不准汽車進來 所以只有那個電動車 嗯 所以我們叫 步行天谷 有啊 我知道啊 那個以前邱葉原那邊就有 阿基哈巴拉 這個神社 這個神社是屬於我們 我們歌舞基電的產業 我們每年搞馬次里啊 搞活動就在那裡 搭盆子就在這裡 這個公園 這個神社屬於我們的產業 所以我們接到委員會的 你們台灣叫什麼 我們台灣沒有接委會 你們叫什麼 我們 民間的 自治會吧 自治會 嗯 這個產業是屬於我們 這個 這個 就整個地方 如果有大活動 要搞活動 還有一個舞台 對不對 不是 它是裝的那些道具 搭盆子的鐵架啊 盆子啊 裝在那裡面 那倉庫 我知道你們拜的是誰 田柴天 對 田柴天就是負責 這個 講話表演 這一類的 因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就不能拜這個 嗯 你有什麼尊教信仰嗎 我沒有什麼 但我通常見到廟 我就會拜 各種拜 我們是屬於 逢廟必拜的那種人 所以我到 一個地方辦活動 那邊如果有廟 我們就會去拜 這裡有個叫 917 917 11頻道 11頻道 這個是有正規 可以風俗執照的 可以打飛機的 不能真看 但可以打飛機 但 但這是有風俗執照 有風俗執照的 可以指名的就對 對 較錢 那其他都沒有 風俗關聯營業許可取得店 對 各舞機店這種 真正的跟新有關係的風俗店 只有四家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 你不可以直接跟新有關係 還有一種風俗店 就賠酒 它也叫風俗店 那跟新沒關係 沒有關係 這不會在店內交易 對 你到情侶酒店去可以 那後面幾百叫情侶酒店 對 那叫自由戀愛 對 自由戀愛 就有點像一樓一縫 你給錢給物都可以 對 人家開心就跟你約會 對 我以前啊 我有一個小弟在這個二樓 開了一家按摩店 這個生意非常好 他直接上樓梯嘛 不要等電梯嘛 對 為什麼是腳的按摩店 還是身體的按摩店 什麼都按 什麼都按 很好 然後呢 這個位置特別方便 從廣場進來 對啊 就因為有人想要這個店 把我給綁架了 哎呦 就是在這裡被綁架 各位 這就是犯罪現場 對 犯罪現場在那 我的車停在那 在那邊被抓過來 我專門有一個停車位 你們幫我看著的停車位 我剛剛下車 十幾個日本流氓 幫我拎著 從地上拖過來 拖到哪呢 拖到我們對面來看吧 拖到那邊 對 這也三個三棟樓 對吧 我不能講 具體哪棟樓 沒關係 某一個樓的二樓 某一個樓的二樓 然後你的褲子脫破 脫破了 因為被弄在地上這樣拖 對 一直拖過來的嘛 然後呢 在這裡關了半個小時 綁架了半個小時 結果在那個 某一個窗戶房底下 一看這街上 全站滿的人 都是各個幫派的 是保護我的 就是被叫來的 對 這個叫什麼 銅鴻灣九文龍 偷人來啊 但請問那個時候是 是叫事務所對不對 黑道叫事務所 他們的 事務所 事務所 對 就是雅古達的事務所 那時候合法 現在應該就沒有了 沒有 現在不能掛牌 以前還可以掛牌 但它存在 但是不能合法 對 它存在本來就是合法的 對 但是因為它是被監視的團體 就暴力團 對 指定暴力團 有二十二個 日本政府指定的 現在不止了 有二十三個 二十四個了 因為三個組又分出來了 對 分裂了 大概有二十五個指定暴力團 有一個特別指定的 特別指定的 那就是在 公同會是 那在九州的 在九州 反而 對 一般關西的 不能來關西 關西的 也不會去關西 所以三個組 在這裡的事情 並不大 所以當年在這邊 大家是怎麼分地盤的 就照位置 那就是打 所以 更多的打仗 使人都是 雅古達內部 自己搞自己 也就是各社團 自己在 他們的搶地盤 對 有網友直接查出來 這個 新宿事件中 李小牧作為顧問 參與電影製作 劇情原型是 李小牧在日本的經驗 所以各位 我們網友就是 會查到 所以那一次就安全脫離 半個小時出來以後 被我的保護的人 把我搶出來以後 我又被關了十六個半小時 那是誰關你 是你那個 三個來救你的人 把我軟禁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問他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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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們可以慢慢往那邊走 哦 搞錯方向 對 往那邊 這裡什麼時候變 有一個這麼大的shopping mall 以前啊 這棟樓 就是我剛才講的 空馬劇場 旋轉的 等等 我看到街頭拉客 這不是違法的 啊 只要安大力是不能在這拉的 是 這裡是個大的劇場 嗯 是屬於空馬劇場 屬於東寶的 一個電影院 就是你剛講的電影院 對 Touho Touho Cinema 東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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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九個電影院在裡面 嗯 九樓 我們到這邊來吧 哦 還可以退了 還可以慢慢往這邊來一點 為什麼在歌舞伎廷會有這麼大的電影院 這種設置不是很奇怪嗎 就是啊 就是台灣人 嗯 台灣當年一個叫林一文的人 嗯 在戰後呢 他有錢 就把那邊的大洞買下來 我們現在看不見啊 等下我們過去看 我現在要講這個地方 只有這個還屬於日本人的 哦 就東寶會館啊 而且好高哦 Hotel Gracery 再稍微退一點 你就看到那個哥斯拉的頭 現在你 啊 我們看到過 哎呦 為什麼哥斯拉的頭搞那麼高呢 當年五幾年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它的實體物大就這麼高 哦 哦 哦 九層樓這麼高 所以把它投放在那 而且這個電影也是東寶拍的 哦對 東寶我知道 我以前有 我以前有客戶是哥吉拉的名 所以他就坐在 他就住在這裡 然後那邊有一個 那個戶外餐廳可以看到哥吉拉 對 以前這裡是個大型劇場 只有五六層樓那麼高 哦 拆了以後就蓋了這個 上面是酒店 嗯 裡面是九個電影院 然後你們再看那棟樓 那個是三首縣內最高的樓 哦 是東寶廣場 哦 就三首縣內 那是JR何建 最高的樓 明年四月份開業 哦 還沒開 還沒開 所以它沒燈嘛 還黑的嘛 明年四月開店 哦 上面高層都是高級酒店 哦 會賦予人設定的 哦 比這個國小的酒店要貴兩倍 不兩倍啊 嗯 房子也大 景色也好 哦 那等明年你選上議員 就請我去住議員 好 好不好 你看我們最擅長情緒勒索 好可以 對 他們明年要競選 各位 明年要競選 先不能講 先不能講 先講youtube 先講youtube 對 他敢打錯廣告呢 一忍就忘記 記錯 我要講 他剛才講的是錯誤 沒有啊 不知道 但不是全錯 只是說我現在在繼續政治活動 為了明年 要幹一件事情 大概應該知道幹什麼事 看到我的廣告 不能說前舉 然後呢 我有一個youtube 還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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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宣傳 提前廣告 那個名字叫 李小木看日本 一個破折號 歌舞伎丁阿奈仁 那是我的頻道 估計這個月的月中 15號左右就會上線 希望大家 麻煩你的粉絲 沒問題 要關注我啊 訂閱 轉發 點贊 這個到時候就可以 所以到時候會以直播還是以影片為主 先是影片為主 然後呢 到了 他要一定的程度 1000個粉絲 還有多少的流量才能直播啊 才能直播啊 才能直播 不好意思我都忘了 對 太久以前啦 我們大概三四年前 你看你都二十多萬人了 你不用想這個問題 不是但等等 我跟你講 他在抖音上是有賬號的 請問抖音訂閱者多少人 三十七萬 三十七萬 我那個四萬而已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社群平台 推特有四萬 剛剛過四萬了 推特也不錯 每天會發嗎 每天都發 推特 好 就是李小木三個 李康馬基 推特 但我以前還有Facebook 現在不用 不好玩 不好意思 Facebook很爛 為什麼頭條啊 Bidi Bidi 每日頭條 Bidi Bidi你有去開 我有啊 我有幾萬人 還有什麼 你隨便就講我有幾萬人 微博也三十九萬 好 這個顯然就是一個比較大的 這個 Internet Influencer 跟一個比較小的YouTuber 在兩邊 好 我們往那邊走 就算你們台灣的產業 我就是台灣人的產業 為什麼每次都是台灣人 歌舞基金最少就是台灣最強 不是 歌舞基金是台灣建立起來的 小木哥眼中的台灣人 跟我們認識的台灣人不一樣 媽我們根本沒認識有錢台灣 好 我們走慢一點啊 小木哥 以前呢 這裡 這裡 一樓二樓三樓是麥當勞 然後這邊呢 蓋這個之前有個鲁德利亞 以前我在拉克不是管著這邊嗎 對啊 這是你的那一條街 這兩條街是我的 還有這一條 那不就最新華的樓路嗎 是我的 我在管著 然後呢 我就經常在那個樓上休息 睡覺 睡覺就是睡這邊 對 因為他睡 他睡十分鐘就可以 不是 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我給你們 給你的粉絲看一下 這張照片 裡面這張照片 我三十五年前來日本的時候 這有今天還有他 真的 他現在應該六十幾歲了吧 對 對 對 他應該快七十歲了 有一種歷史感 但是馬上注意不要拍太多啊 這樣會黃標的 好遠 對 走走走 這是 這是幹什麼的店呢 偷看 哦 偷盔批評 對 偷看某個部位 你見不到他的臉的 就 學生 還有學生票 1500塊 還有學生票 剛才是學生話的嗎 學日詞 學跳日詞 哦 好 Humax 他媽太亮了 這個店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他那個機器人舞的老闆的 他到底開多少家店啊 他這邊有很多 那邊 情人酒店 一大片是他的 哦 我們到這個廣場 這也好多人哦 嗯 這應該還有一些是Mate Dog Coffee 嗯 女僕咖啡店 對 夜夜牛郎店 嗯 這是瓦普市 東京最大的一個disco 中國人開的 又中國人開的 中國人開的 現在是不是晚 就比較少人啊 嗯 今天禮拜天 禮拜五禮拜六十人最多 萬聖節的時候排隊進不去 哦 我們到裡面來吧 哦 這好大一個廣場 這個樓 叫Humax 就是臺灣人林一文老先生開的 又是林老先生開 又是臺灣人 我進去說我是臺灣人有打神嗎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啊 現在租給別人了 這個最早呢 還有收納耶 有三溫暖耶 對 地下一二樓都是收納 他最早開了一個什麼店呢 學著法國的紅毛房 開了一個紅毛房 造了一個紅毛房 就在這個地方 在那邊可以跳大腿舞 大腿舞 大腿舞 搞娛樂的嘛 然後呢 還搞了兩家電影院在這 嗯 然後呢 這也是電影院叫米蘭做臺灣人的 又臺灣人 現在蓋新樓了啊 就這個大樓 這個大樓 的位置 哈布基舊塔爾 歌舞伎挺 這塔爾 塔 東極是不是 東極 東極歌舞伎挺塔 新書世界那個電影 就這裡首映的 對剛剛有人問說 小木哥到底是 那個成龍還是 不是何東生 何東生導演 導演 你到底是哪一位 不是 這成龍的一部分是我的原型 上班部還是下班部 上班部 上班部好 他跟警察打交道 那時候沒有中國人跟警察關係好的 那就是我的原型 你算是超法規機構 是可以搞定的 范冰冰演餐廳老闆 老闆娘 是他的情人 那就是我的原型 以前情人也像范冰冰一樣正 等一下你們能看得到 我們大家能看得到 他那個店的老闆 不是范冰冰 不是范冰冰 四大冰冰就好 我們就不走了 還有徐靖雷演的那個 劉邦老大的老婆 對吧 也是你的 以前我的女朋友 後來被劉邦老大搶走 等等等等 這邊我們先做一個數據的澄清 從小到現在 請問交過多少任女友 哇 四位數吧 四位數 四位數 不是四個 四位數 各十百千 蛤 四十幾個還是四位數 千 你昨天說我們一輩子會吃幾頓算 三萬噸而已 說明我們的導演不了解我 這個在 整部片沒有辦法拍啊 在中國南方南方人物週刊的採訪裡面就有這個數據了 我也上過南方人物週刊 沒有 不是我是因為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真他媽差太遠了 所以請問女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發生過 對 發生過關係的 有記憶的 沒記憶的 沒記憶的 喝醉被拖走 不是 記不住名字的 當然 當然 這時候我感覺跟後面在尖叫的女生很像 我們還是尖叫一下發泄 然後呢 我結婚是結了六次 結婚結六次 這也算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 對 結婚結六次 對 跟女友那麼多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呢 我覺得要負責嘛 要負責 就是為了負責 就負了六次責 對 我喜歡她 我就不希望她跟別人去上床 屬於我的 如果我們倆都不喜歡她 那就沒有 就各自去找各自的 也不要捆住她 不要說 家裡有老婆 外面紅旗飄飄 不行 這樣特別不負責任 所以 應該這樣講 所以四千個人 沒有任何跟 合法婚姻重疊的 這個問題要小心回答 不是四千人 就是四位數 四位數 好 那就上千人 對 好 那顯然不太方便回答 我們趕去吃飯 好 走 非常善於解決人家的危機 好 現在有五千多人在看 那不錯嘛 你看有網友說人間值得來一次 對 必須來 這裡 客戶基金是 人類的三大基本欲望 能滿足的地方 一個是食慾 一個是物慾 還有一個信慾 那物慾在哪裡 買東西 你掙錢 對 賣身體也是掙錢 也是 對嗎 勉強算是 對 這裡有24小時的超市 不是 百貨公司 他百貨公司也是24小時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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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覺得人生很無聊嗎 不無聊 你三種欲望都已經大規模的達成了 所以我覺得很豐富啊 還不夠不夠 如果按照日本 按照日本一百年的人生的話 我還有四十年了 是 所以要持續的快樂的過人生 對 直到一百年 而且盡量爭取一百歲不是做輪椅 那就沒意思了 那這個 要健康 那要多做運動 你有在做運動嗎 我做啊 我以前在這裡一天要跑幾十公里 因為要發這個東西 不是 我帶完客人回來的時候 我小跑步的 我站到我的地方 我怕客人逃掉了 這也算 當然 那是運動啊 每天晚上都要走幾十公里 那聽說42歲才開始喝酒 對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呢 可能學習壓力大 家庭的負擔也重 等等 我們之前的訪問 之後才會檢出來 他如果在日本讀書讀五年 讀服裝設計學校 對 TOKYO MOTO 所以有在讀書 讀書的時候不喝酒 對 那這棟樓 你看現在他沒蓋高樓對吧 沒有啊 沒蓋高樓對吧 以前的地下 就是一個OMIA POP 就是男孩子可以進去 三千塊錢可以認識一個女孩 哦哦哦 我就站在這裡給她發紙巾 哦 我就站在到街上給她發紙巾 然後多多多多 就發發發發發發 欸 台灣人香港人來了 嗯 就要看頭一無表演 啊就交給你代表 啊 那我 十分鐘可以賺一千塊錢 以前發紙 要發一個小時才賺一千 嗯 所以我就獨立做了 購物紀念案內人 這就是案內人 李小木人生的開始 嗯 但至於更之前怎麼開始呢 回去再看影片 啊 站在那邊去 站這邊 往這邊還往那邊拍 這裡有什麼特別的嗎 不是 還是看這裡 為什麼這麼好的黃金電 它一直只有一個一層在這裡 啊對啊 是不是又跟你有關 沒有 嗯 跟我沒有直接關係 只是我在這裡打個工 嗯 嗯 因為這棟樓 在 911那一年是哪一年 嗯 2001年 2001年 在9月1號 嗯 比如說早10天 對對對 這裡發生了 日本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火災 死了44個人 那所以這是一棟兇宅跟兄弟 對 所以沒人敢買這個地 哦 這個樓拆了以後就沒人敢買 還空著 因為根據風水學的角度呢 這麼兇的地 嗯 要絕地三尺灑鹽 然後陽光要曝曬三年以上 都沒有人要 那結果現在變得一個 你看911到現在已經多少年了 21年了 沒有人買這個 還空著 是不是有一些有錢台灣人可以去買 那他如果要調查這個歷史他敢嗎 哦 哦 好 那邊過去就是歌舞基地一番街 啊啊啊啊 那就是最主要的一條路 對 我的餐館就開在這前面 哦 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去吃飯了 對 香菜嗎 香菜 等一下我們看這個時間 你 啊 沒關係 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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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跟你講 嗯 小木哥不用擔心什麼 你走不了一小時 嗯 我他媽也走不了一小時 我現在也就肚子餓想要吃飯了 多麼的沒有擋頭 這旁邊這些店 這種店和這種店都中國人拍的 哦 燒串店 湖南菜館啊 等到四樓是不是 對 你在這裡看看 好真開心還要爬四樓 好的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在直播不能坐電梯 對 坐電梯就短期了 我看看現在有多少人 你看湖南菜館 湖南菜館 湖南菜館 這麼多美女保護著我們店 也沒有 剛剛有網友說這筆錢一定要抖內給攝影師 但是專業的代入方式根本是加分 哦 要給你們打賞的是吧 對對對 我現在是5297人 好 我們就用這個賞去吃飯去 好 七成快蛋只能吃一碗飯 我們就走樓梯上去 您要真的這樣倒退嗎 還是我們就真的亂 您就拍我們屁股也沒關係了 哎呦 又自己亂 等一下 這個是 這個時候一部電影 在四個國際電影節上映過的 一部紀錄片 我15年競選的時候的紀錄片 為什麼那時候看起來比較老 對 你看 後來整容了整容 也不是整容啊 曬黑了 曬黑了以後 你一個多月都在外面曬嘛 曬黑了 選舉方面我是專家 是嗎 好 等一下跟你聊一聊 你先走 你各自先走 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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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二樓是賠酒的店 但是沒開啊 開著的 開著 初回限定 對 你不要嚇我 你一打開門進去我就插塞 哦 不是 全是年輕的 哦 不是我們還是避免 上新聞 我個人希望這次直播不要黃標 三樓也開著 三樓以前是重點房 一千塊錢一個小時 提供一個床 但現在看起來還蠻高檔 因為我女兒 因為疫情嘛 那個生意沒有了 所以就改成了女孩子陪酒店 趕快吃飯 不可以邊走邊抽煙 好 這到我們富藏餐館了 好 來吃飯 好的 這誰 他們認識嗎 來來來 我坐進去 是啊 但他站在兩個樓梯 台階上面 所以他現在比我高 是這個意思 這剛才那部電影 你看 信息 政治 在日語裡面發音是一樣 叫尸子 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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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朝日新聞 你報到我 好 我們進來吧 好 我坐哪 你坐這 坐這 OK 好 可以嗎 好 菜有沒有先點好呢 沒有啊 真開心 小木哥不請客嗎 幹 當是我們請啊 我們麻煩讓他走得那麼遠的 很冷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講 沒關係 我今天本來要穿全套西裝 但他媽這個平頭太冷了 冷到我沒辦法穿西裝 所以我只好這樣子 穿來 然後 放在桌子上面 架子上面也行 沒關係我慢慢弄 然後小木哥還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今天我不穿西裝 對 他還特別很有禮貌的跟我講 我想說 對 不穿西裝是 我想你那麼有名的 連面最好是 等等 我們必須要講實話 小木哥昨天才開始 Google我說 這個人到底是誰 我今天才知道他那麼有名 耶 沒有那麼有名 我們剛剛在路邊也就一個人認出來了 我們前一段的那些視頻都看了一遍 感謝你 大概花了五六個小時吧 我才跟你有個了解 我們做了很多垃圾的事情 一級嘴砲技術是說 站住一百五上三樓 我才不要 還有個安迪 知道吧 安迪我知道 安迪在推特上講評論過你的事情 真的假的 安迪來我這裡吃過飯 他為什麼評論過我的事情 我又做什麼 201裡面的那個衣服可以 我們切Wi-Fi Wi-Fi 好等一下 沒關係 真的嗎 他們說 好 但沒關係啊這個 這個 又說什麼了 網路 又說什麼 他說網路卡 喔有了 畫質變好了 因為 OK 大丈夫です 我終於可以 我終於可以放心吃飯了 我累我頭都歪了 真是這樣 你們這個直播可以喝酒嗎 可以 我們 我不喝 我不喝 昨天喝了很多 喝了多少 四個我不喝了 小木哥那你問個屁 奇怪 沒有要喝 沒有要喝 大家喝 喝飲料就好 那我就喝一杯 喔好 沒關係 反正前面都已經黃標了 都已經這樣 這個 沒有啦 我只是這樣認為 Zicky菜說 請小木哥推薦一下 自家必點菜 TOP5 喔 一個紅燒肉 下次去新宿 湖南菜館 就這樣怎麼點 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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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搭配圖片 請打開來 給大家做一個 指示 紅燒肉 我終於可以脫外套了 又熱又冷 到底怎麼搞的 這個可能台灣人看得不舒服 哪有什麼不舒服 為什麼不舒服 你寫了這個名字沒說過 毛澤東紅燒肉 也沒有啊 就是他喜歡吃什麼 因為我跟他是一個家鄉的 喔 湖南 他要吃這個 你要脫外套 我要脫 你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來來來我們來介紹 好這就是什麼 毛澤東喜歡吃的紅燒肉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然後後面還有梅乾 梅菜扣肉 這就是台灣的梅乾菜扣肉 然後這邊有 看起來很花俏 但其實就是珍珠丸子 那這個是湖南辣肉炒香肝 這個就是辣肉炒豆干的意思 然後黑醋 醋臀 就是菇老肉 就是糖醋肉的意思 然後這個還有金醬肉系 農家小炒肉 不知道毛澤東愛不愛吃 那水煮牛肉 我們就試看 所以這個呢 是香爆牛舌 還有水煮羊肉 吃很辣是吧 有辣有不辣的 紅燒肉不辣 沒問題 那所以今天 我們終於走進來了 我給大家推薦一個爆炒腰花 我喜歡吃的 好 那等下就吃爆炒腰花 爆炒腰花 這個 等一下又有網又懂 那我要唸一下 林阿比說 來人給朱大上一盆辣椒樹樹口 好 菲尼伊嗆說 贊助小木哥走一個 我祖上也是湖南人 Angus Lin說 剛剛 贊助豬大去剛剛體驗那個偷窺店的學生票 滾 煩死了 熱情網友 對太熱情了 好 Snow 567 跑來刷8票 所以 日本的競選是什麼樣子 為什麼你們每次都要戴個手套 然後在那邊講 不能弄再花俏一點嗎 我們還有鋼管舞 有了有了 不 他要顯得正統 戴白手套呢 是感覺到你的手沒有被污染 然後請你們投的是乾淨的一票 那我戴黑手套就不行 然後呢經常跟客人要握手 所以經常要保持乾淨的手 你不能說 金剛戰士說贊助豬大去樓下鬆一下 不要囉嗦好嗎 我們網友很多廢話 網友都去把小木哥的那個年紀翻出來 對去湖南菜館吃飯有沒有樓下的優惠券 沒有 看了你節目的 看了你節目的 然後大家接屏 接屏今天的直播 然後呢可以給一杯飲料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可以 截圖 截圖 截圖台灣來的 我一定給 人民派起來說 謝謝豬大根小木哥的帶領 小小贊助四分之一水煮牛肉 這個Kevin Music說 小木哥動蒜動蒜 沒關係你聽不懂 動蒜 動蒜是台語的當選 喔動蒜 這個意思 好 等一下再說 你看有網友直接問 為什麼感覺比豬宅年齡小 哈哈哈哈 真的 你在競選的時候看起來比較老 你是怎麼搞的 是 特別 扮老裝 沒有啊 因為頭髮要吹起來的嘛 吹頭髮的 他不能穿便裝嘛 所以一定要穿 正裝 要穿西裝 打領帶 我如果穿T-shirt就不禮貌 就是感覺到對別人不尊重吧 那可是我一向對別人不尊重 沒有辦法一定要尊重才行 就你做一個政治家 就是要大家能夠共同接受的東西 你看這些拍馬屁人真是絡意不絕 小木先生看起來像獸版的李連傑 唉呦 唉呦呦 唉呦呦是不是 謝謝謝謝 但李連傑因為老婆太症後來老很快 希望大家好好的 所以在日本的競選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要先去登記嗎 當然要登記 當然他要審查你的審查資格 資格是什麼 首先你要是這個國家的國籍 要規劃 要對 因為我的名字一看理想幕 就像個外國人嘛 唉是 然後你要他要審核你的 還有你三個月以前是不是住在這 針對戶籍要做核對 對要核對 如果你是三個月以前不是住在這 三個月以內簽過來的 你不能在這選舉 哦 投票也是一樣 你要有投票權的人 也是要三個月以前住在這個區域的人 才有投票權 嗯 如果你不是三個月以前 三個月以內進來的 你就沒有投票權 嗯 候選權也是一樣 然後區域級的呢 就25歲以上的年齡 嗯 就可以有 可以做 25歲就可以被選舉 嗯 就有被選一個權 嗯 18歲 我跟你講全台灣只有我們在歌舞伎庭 解釋日本的選舉制度 是不是很北蘭呢 是我們就是北蘭 嗯 嗯 那所以 整個日本的區議員選舉是什麼意思 就就我們這一個區有32萬居民 這是新宿區 新宿區 對 有32萬居民 嗯 它就按照法定來指定 這一個區域只能選36個人 OK 嗯 36個人可以當選為議員 嗯 但是每一次競選的時候 也將近有60個候選人 所以是二選一 Ambo可不可以把我的電腦拿給我 你幫我 我拿我拿我拿 對 沒關係 你幫我在那個連上Wi-Fi 這樣子字比較大 小莫哥哥可以看 這是誰的手機 這不是你們 嗯 這是你們的吧 嗯 不是吧 這是老闆娘的 可能是喔 然後就是那個范冰冰原型 嗯 讓開又說 小莫哥前輩議員的選民票 還沒全部吸收嗎 嗯 我記得日本的議員選舉 很講究繼承選區票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父母在這裡選舉舉 我沒有跟進票 沒有可以繼承 沒有繼承的 對 我在中國出生的 對 我來日本的時候 我母親就去世了 嗯 我來了這裡五年以後 我爸爸就去世了 那所以等於就是 無依無掛 對 壞掉的龍龍九說 廢文一則 向小莫哥介紹一下 老朱最出名的就是 幹滾 請老朱示範一下 對我通常都這樣罵網友 喔喔喔喔喔喔 說這廢話幹滾 等一下 誠實國度的Ryan說 贊助吃播女體聖 智障在做夢 喔喔喔喔 女體聖在東京找不到 遇到鄉下還是有的 喔喔 所以實際上這個是太有 有啊當然有 影響化的一個東西 它有這個文化 我都參加過好多次這樣的 可是女體聖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呢 它是一種 視野不會很好吃啊 對 看也沒有非常好看啊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狀況 我都不知道 那現在日本社會已經很少這種了 其實並不是像我們這些牌師一樣 在舉行一次這樣的女體聖是可以的 基本上日本人已經不玩這一套了 對 那所以在日本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風俗店 跟酒店或者是我們說的club 它的club的玩法是什麼 但是我進去就是喝酒然後聊天 對 但分年代時間環境不同的時候 有各種各樣的玩法 嗯 比方說 在電車我們叫七缸知道吧 對我知道吃汗 吃汗 吃汗的那種店也有 故意跟你搞成這個店 對但是你要給錢 當然了 但是給錢 女孩子 呃 店裡的女孩子 就辦那個電車上的女孩子 喔唷 上班族 你就進去摸摸啊 抱抱啊這樣的 但醬要喝酒嗎 沒有 他也有酒配的 但是不很奇怪嗎 就是你跑去在演電車裡面 然後坐下來不好意思我累了 喝杯酒 客人就是做客人唄 客人坐電車上的那些沙拉里馬唄 所以這種是一種模式 那種 呃 還有就是 吹消的那種 我們叫打飛機 台湾聽得懂嗎 有我們知道 吹消聽得懂嗎 打飛機聽懂嗎 英文就是 對 應該就是打手槍 打手槍 對打手槍 對打手槍 政治店也有 但是要有遲早 這是跟心有關係的 直接有關係的 所以泡泡浴不能夠 叫做有性行為 對吧 對 按道理 他那個東西叫素骨 對不對 這是我根據小弟 我非常愚蠢在網上查的 還不是 還不是 應該這樣講吧 泡泡浴的店 這種遲照 是在昭和年代才給的 現在已經不發了 也沒有 沒有了 就是以前有的遲照的店 那所以 應該這麼說 那現在都是老店 對吧 老店 遲和年代給的遲照 那裡面 如果他一旦搬家 那個老闆死了 就沒有了 不能繼承 就很難再開 所以 以前購計的有幾十家 慢慢慢慢慢慢 推伍 有三家 只有留下一家 老闆不能繼承 就是 底下也可以繼承 但要很多的規定 首先你要 兒子要把這個樓買下來 要有所有錢 一般的買不下來 這是 蠟味皮 怪味皮蛋 我猜 因為一般他買不下來 為什麼呢 他沒那麼多現金的時候 那個財產稅 一半要交給國家的 對 所以他就不願意開這個店 但那個執照不能 不能轉移 不能感性 這個人就是這個人 他不能轉 你不能 比如說你有錢 你想買我的 那不給的 網友說這段 不知道要歸類在黃標 還是很知識 沒有是一個 知識 經營領域 這是常識 這是常識 對 我們歌舞雞丁的常識 我再告訴他這一點 所以這種店不能繼續開 也不會發遲照 拖鱼舞也好 泡泡玉也好 都不會發新的遲照 有一些老店 剛才講的在秋葉原 就老闆一直活著 那個叫吉緣 那條吉緣 吉緣就是那個古代的那個 吉緣 就是江湖時期的 還是這個名字 在秋葉原的吉緣 然後呢 大阪有個叫飛天心地 有有 許多網友一直在跟我廢話 飛天心地 你想說嗎 我人在東京 我去飛天心地我有病 對 那天你給我買的新開新的片 我帶你去直播那個飛天心地 你直接去 那邊人不認識你 我們會不會被打 找當地的土豪 我上次去過一次 然後呢 飛天心地跟吉緣的差別是怎麼樣 飛天心地為什麼好像外面看得見 不一樣 像荷蘭的分手間 對 他那個是在一樓談好生意區 二樓三樓對不對 那吉緣不是 吉緣就是你看中了照片 你就進去加了錢 就直接進房間 在天地那邊是沒有洗澡的 他只是以料亭的形式 坐在那裡陪你喝酒 結果他就在那個地板上 那你就 直接做小做的事情 做你愛做的事情就行 但是會陪你喝酒 然後做完就走了 對 對 有一種很冷酷的 他有五分鐘計算 對 因為飛天心地是不能亂拍的 嚴格來講 拍那個是 他外面都不給你拍 會不會中 其實大阪有五個心地 大阪 大阪 好辣 對 你不要吃這個辣椒 太辣 喔 好 小木哥帶路不會被打 至少剛剛沒有被打 我們可以碰杯嗎 欸 憲哥 對啊因為台灣人 我跟你講台灣風俗其實合法 但是沒有人願意開特區 這就是我們很假掰的地方 就是我們很假假人假義 台灣沒有合法喔 嗯 等等 日本呢 色情特區在台灣是合法的 嗯 調通不是合法的 調通沒有在門口幹說 我們是信證 欸 日本的法律也一樣 不准嫖娼 對 不准賣淫 但是他有一個解說 就可以自由戀愛 可以原教戀愛 他以這種名義 就表面上的法律是這樣 底下的解釋可以這樣 他就變成合法了 就像日本是沒有賭博的 嗯 但是你到所有的擔子機關都在賭博 嗯 他賭了以後 他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換錢 但是不是換錢 他先換精品 醃嘴 再拿一個醃嘴 再跑另外一個地方去換錢 哦 所以還要經過幾兩次就對了 對 這樣變成逃避的法律 實際上的就是在賭博 哦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對 是這個意思 真的 台灣在有在推性專區 那但是 日本這幾年 呃 像 飛田新地 或是歌舞技艇 有在萎縮嗎 呃 萎縮當然沒有 地方也沒有改變 它只是有一個 在他們制定這個法律的時候 做風俗的 你們叫 你們叫什麼 情社場所 社情特區 社情特區 叫情社專區 在600米以內 等等 有網友說八卦 小木更年輕的時候 是風靡廣州的舞蹈家 對 我是專業舞蹈演員 你等等 你剛剛也沒跟我講 各位我們在那個之前 已經跟他聊了一個多小時 他知字未提以前在廣州的專業舞蹈 然後我的名片也忘了在我家 我名片後面有解說的 就是 我不是廣州 我是在湖南 在湖南 湖南的一個市一級的歌舞團 做個舞蹈演員 後來到了深圳呢 給一些葉麗儀啊 等等一些歌星 辦過舞 辦過舞 就是他們唱歌嘛 所以是不是因此而特別了解女性 呃 因為在舞團裡面 Dancewood有很多 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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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對啦 可是為什麼很多風俗店不接待講 我不吃米飯給你們吃 我不要 為什麼他們不接待講 不講日文的人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沒辦法跟你溝通 他怕那個規矩你不懂 其實不是說不接外國人不是這樣的 只要你懂一點點日語 現在你不懂日語 也可以 也可以 你會講你英文也行 手比比畫畫也行 但你總要有一個人語言溝通的就行 但你純喝酒店你去了沒意義 對 因為不能聊天 你不能聊天嘛 等等我沒有要跟你講 我沒有要說什麼 等於沒有 對 就這樣 所以在日本呢 日本的Club就真的是聊天 對不對 但你聊完以後 你感情好了 你可以自由戀愛 所以歌舞金店有幾百家 我會了 我懂這個邏輯 我懂自由戀愛的邏輯 不管你做完什麼事情 後面都可以自由戀愛 前面是吃飯也好 喝酒也好 飯店也好 都可以自由戀愛 對 所以歌舞金店有幾百家情人酒店 那道理就在這 你不可能接著婚的人 兩個人跑出去吧 對吧 所以在日本的消費大概是怎麼樣 像譬如說去Club 網友都只知道說羅蘭 然後要開香檳塔 那是特殊一點的 一般正規的Club 女孩子陪的也好 一般就是兩個小時一萬日幣 是平均消費 兩個小時一萬日幣是 不開酒 酒不賺 酒還有電力給 喝電酒兩種 一個是威士忌 還有一個是燒酒 燒酒 燒酒 就一萬塊含酒 含酒 你找到我 我沒有要進行消費 大家不要因此而檢舉我 我只是要幫大家問消費狀況 了解一下行情是吧 所以做幾個小姐都是一樣的價格 她小姐經常會壞 如果你要這個小姐不壞 那你就指名 指名又要加指名 要加兩千三千 都是日幣嗎 都是日幣 我講的都是日幣 不是台幣 不是台幣 我有叫一些完全不辣 所以你不要怕怕 沒有 我有叫一些完全不辣 我只是 我也不能吃辣 你也不能吃辣 可是這邊我們要看 都是辣的 因為我離開 但我做很不辣 我離開湖南 以後就不能吃辣 到這裡已經都四十年了 我到廣東大概六年 來這裡三十五年 四十一年了 所以我就變成日本人口味 我想吃魚 生魚片 沒有味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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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明朗會計是什麽意思 因為臺灣的林鄭北部都寫明朗會計 這是個漢字 那就是公開價格 明朗的就是跟你公正的價格 公正的價格 比臺灣便宜很多 什麼湖南菜嗎 哦 公開價格 公開價格 對 但是會有額外加價的時候嗎 他一定要先告訴你 或者在他的菜單上寫明 如果他菜單上沒有這樣寫 加這個費 加那個 那就不叫明朗會計 明朗會計 所有的價格都要寫在菜本上面 或者單子上面 網友又開始起底李小木 所時宜的歐飛是說 李小木出生於湖南長沙 對 十幾歲就進了湘潭市歌舞劇團 對 為專職的芭蕾舞演員 父親早年是軍人 後轉業學習成為中學語文老師 對 李富在文革中任長沙最大的造反派組織 湘江崩壘的富人之一 對 李小木說這也許是他前往日本後 會從政的起源 好 但我還是要問 所以 我把那個8.5演員改一下 叫舞蹈演員 哦 舞蹈演員 但是8.5不是 就是那個身體要很精壯 還行吧 還行 你這時候客氣啊 所以 所以你後來可以 藏寶青春 是不是跟以前是舞蹈演員有關 那當然 因為我們是 那我也去練個舞蹈好了 我們受過行體訓練 嗯 所以你的站向 站向坐向 那個 氣質還是有不一樣的 氣質的確是不一樣 對吧 然後呢 你也會注意 你如果做得慢慢練練的話 煩我很累 煩我會保持我的體型這樣做的 對 更加舒服 而且走在路上看起來也是一個 玉樹凌峰的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你誇獎 也不是 也不是我們只是 這個 真心覺得是這樣 你看所有網友都認為 來我們直接問 看得出來李小木 60歲以上的 加1 看不出來的加2 好不好 請大家 這個輸入你等一下 看一下數字就知道 我們直接讓他們投票 好 我是真看不出來 我不是在拍馬屁 我反問一下不拍馬屁 你看一對人加2 全部都2 沒有人看得出來你 60歲 對 以戒 不 那他說明那麼很準 以戒耳順之年 所以加2的話呢 就 正好我是62歲 這個意思 真看不出來 真看不出來 1960年了 在日本的年齡叫昭和耳35年 不是 可是你在日本做也是辛苦的工作 你這樣子 一整天可能睡不到三四個小時 但你只要開心 你就不覺得他辛苦 對啊 對啊 沒有人看得出來 全部都加2人 網友說以為才40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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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還比朱大年輕 就不需要這樣講 朱大 一定要這樣商人 是吧 今天有人在抖音和微博上 聽說你要跟朱大做直播 真的假的嗎 我還問他 我說你怎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宣傳 我昨天直播 晚上有講 那就說明有人昨天看了你們的直播 他跑到微博和抖音上來問我這個問題 我都不知道 我說有廣告嗎 所以我今天自己在 昨天晚上還講 今天自己在推特上發了個廣告 我說要跟他把你們直播間的那個臉 我就發到推特上了 所以你們台灣不太用推特是吧 比較少 我覺得你們要跟日本接近還用推特 跟全世界接近的話 推特上面很多綠營的支持者 我們不用推特有一次一堆塔利班的幹 很無所謂 政治立場 我在日本 我在日本也是一個人被幾十萬人罵的時候都有 真的啊 15年我競選的時候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有幾十萬人要罵 你就日本 其實還蠻排外的 但等著我剛剛還沒問完 那日本的極右翼吧 極右翼那怎麼樣 管他媽媽 我這邊也三天兩回被家 Club 走進去 消費就是 一萬塊 有些現在都沒有那麼高了 或者 不是一小時 我講的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現在一個小時 或者半個小時的消費又不一樣 兩千塊三千塊你可以進去 女孩子隔著那個 隔著櫃台跟你聊天 你不能碰他 有些人可以坐在你沙發邊上的那種 那就貴一點 OK 但是那個酒都是店家提供的 所以自己也可以帶酒去嗎 不行 一定不行 他就靠酒來掙錢的 所以日本的很多餐廳也不准帶酒吃 店家提供他也沒有賺啊 所以我額外叫酒要加錢 要加錢 額外叫開一瓶酒 他就掙這個錢 那當然 他店你給你講 你覺得不好喝對吧 我不想這個牌子 對吧 我要再喝一瓶 那就可能很貴 一萬兩萬三萬十萬 那合理 就這樣人家就賺這個錢 對 對有網友說 朱大遇上了大佬 當然是大佬啊 不是大佬我們還不訪好不好 那只是因為我的年齡比他大一點 不是 不是 樹葉有專攻 我們訪問都是專業人才 你知道平常坐旁邊的有 以前的立委 就立法委員 也有核能專家 也有電力專家 還有台灣科學院院長李遠哲 李遠哲好像沒有坐旁邊 我們只是偷了他影片 還有網友說 以前那個什麼叫鏘鏘三人行 鏘鏘三人行 那是什麼 鳳凰衛視的 真的啊 我從03年就開始做這個節目 杜文濤 那是怎麼樣 你算是主持人 不是 我說他嘉賓嘛 一直做的 到那個節目被關掉 做了十幾年 那節目為什麼被關掉 因為 因為我們 彭媽媽也上過那個節目 被主持人調侃過 要死了 哎呦 真的被戰之罪啊 哎呦 不可以不可以 我推特上有那個轉發的 所以你們到網上如果收到 槍槍三行 還有一些 還有一點我的節目 中國大陸還有一個叫原作派 也是文濤主持的 杜文濤主持的 因為中國的這種 我自吹一下吧 這麼一流的 這種一級的這種最頂端的這種 彈話節目 頭部彈話節目 我是參加過的 而且不只一次 像我們就沒有 我只上過康熙來了 康熙來了 你要翻一下嗎 好像是要繳一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怕他交了會不會 這個 他這家有套的 我去採訪小牧時 一個日本老太太說 中國人不行 韓國人可以 中國人投不下去 太可怕了 中國黑道戰後太狠 還有這種歷史淵遠 鄧文濤 鄧文濤 我真不知道 很有名的 整個全球的華人圈 你們很有名的 這個 但他最近的節目也少了一點 好像是黨要求比較遠 這幾年 中國大陸幾乎的談話節目都沒有了 不是他這一個節目 難得中國很自由的節目 很好看 這個 這個也是沒辦法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 湯令說 採陰補陽 妙術回春是真的 難怪女友破世衛組 這個 我們一般人做不到 不要再多說了 這個很重要的 那 那這樣子 Club的主要 營收就是酒水 那那個 小姐本身的收入是什麼 就是 店員發工資嘛 他是固定工資 還是有越多人來購 他有一定的基本工資 對 他指名一多 他的收益就高嘛 然後 他的客人開酒多 他的收益也隨地很高 因為 店員酒裡面 百分之幾是 給這個小姐 所以他有固定客人 有常客 對 要做客戶服務 就對了 Customer Service 是很重要的 對 有網友說 兩小時一萬 比台灣便宜 還夠不夠 是 優秀的小姐 一流的hostess 還有杜報紙 要能夠聊得開 當然 一個老頭 一個老闆來了 他在聊事 跟他聊日經指數 你帥啊 你漂亮啊 你沒意思 沒意思 叫他秘書就可以 或者說 他跟他的部下在吵架 要談到工作 來宣洩 你能夠去到他們 講到點子上的東西 還講到領導團 對 這不是 一流的hostess 要訂報紙的 這簡直應該 應該去華盾商學院 所以我就說 這種一流的hostess 不禁訂報紙 而且 做同伴之前吃的飯 是告基料庭裡面的預約 所以等等 這個東西我們要把流程講清楚 我們今天既然做知識型科普 所以 晚上八點 club開 那但是熟客 可以是 在六點 在當這個男的 下班以後 下班以後 跟他約一個餐廳吃飯 請問這個是約定俗成 還是 基本上是這樣 他熟客就可以 小木哥你的麥克風是哪 好 掉了 掉下去 沒有 您說來熟客 就是 熟客 對方要給約 男的一個人吃飯 他也不好玩 找個女孩子 找他喜歡的 這個女孩子也早點起來 不能睡到七八點才起來 可能之前還要去做 化妝啊 做頭髮啊 做頭髮 所以 他要到六點鐘 約好一個餐廳 所以我這種餐廳 就適合這種同伴的人來的 你看我這椅子坐多舒服 是真實的 一般的中華料理餐廳 是人造格的皮 冬天坐著冷 夏天坐著熱 你還沒進我的廁所 你可以去直播一下 我這個廁所的空間 幾乎就是我這個包間這麼大 就只能進一個人的廁所 購物禁令一般都是只有三分之一這麼大的一個小廁所 所以等於出得了廳房 出得了廳堂 進得了廚房 來這邊大家可以吃 然後也會讓客人覺得不滿意 而且這種地方都是女人決定的地方 當然了 男人出錢 男人 女的說我想去哪家吃 一個廁所要乾淨 廚房乾淨 這個不用講 還坐著要舒服 還有呢 我們不太喜歡 就用那種 以前我們用年輕的服務員 年輕女的 後來我們用年輕男的 現在用肺炎 老闆娘自己在做服務而已 為什麼用男的 因為那些男的一號色就看到那種女服務員 搞得那個 搞得那個女的就心裡吃醋 下次就不來了 我就沒這生意做了你知道嗎 對對對 這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 行規是之前吃飯的時候 沒有算出廠費 然後那個錢也不會分給店家 但會給錢嗎 不會 就是他一定那天晚上會陪他 到他店裡去做同伴 紙明 而且首先這三千塊五千塊紙明他就有了 這個女孩子 所以他願意提前兩個小時陪他去吃飯 他自己也想吃好的 所以 購近的開了這些正貴的餐廳就很有講究的 就是那個價格要讓人家有面子 吃起來又要好吃 對 還坐著舒服 環境要好 而且上了全裝之後去坐下來吃 也要不會弄髒 對 不能汁水是意 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不能吃燒肉 對 所以燒的一般不會去 因為會 還有韓國餐廳不會去 因為味道重 對 所以我們家這個廁所 為什麼 其實是為女人服務的 因為大鏡子 他放在補妝吧 對要補妝 吃得口紅掉了 還不要裡面有味道 對吧 這就是女人決定餐廳的道理就在這 所以歌舞季廷在以前還是女人撐起半邊天 那但是 所以他後面 在台灣的這種酒店或是招待所或是俱樂部 有所謂的匡泉場 這個都是網友教我 匡泉場就是他當天整晚就包下來可以帶出去 要跟 自由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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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是要框出去 這個東西要跟店家分 在日本這裡 沒有 不准 不行 就是你自己想跟他 跟這個女孩子去那個 那跟店裡沒關係的 所以任何那種泡泡浴的店 進去 現在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對吧 店裡不能收這個錢的 只能這個錢直接交給那個女孩子的 OK 那店家算什麼 入浴料啊 一萬塊錢 洗澡啊 洗澡按摩啊 還有地方嘛 所以那個女孩子用的 洗泡水啊 洗泡沫的那些東西 可能比較貴 但是 不是 女孩子自己帶來的 他做完你這個賀人套 把他那一套工具全部帶走的 做的間接 就是 嗯 因為你那個做紅棒的那個錢 是直接給女孩子的嘛 那這樣店家主要的收入就是 泡泡浴就是 就是 洗澡入浴料 因為他有那個服務 所以才會有人來 嗯 而且他有那個遲照 也有許可證 嗯 好複雜喔 嗯 好吃嗎 好吃 我覺得菠菜蠻好吃的 嗯 菠菜應該不會辣吧 不辣不辣不辣 土豆絲也好吃 哦 有 這又是另外一個東西 等一下 Gordon有人大板說 日本不用框 對 在疫情之後 有很多的模式 變成可以線上找妹出來吃飯 有啊 一個小時六千日元以上 怎麼會這麼專業的網友 不是 他這個有點像Sugar Daddy 我前一陣子也是 也是郭正亮寄給我的 你話講清楚你前一陣子是怎樣 郭正亮寄給我說現在有這種 類似約會的事情 就是他透過那個交友軟體 撮合 然後你來了 現在已經不用開店鋪了 不開店 嗯 這就是紅燒肉 可是那像現在這樣子的變化 你看 你看 沒想到我們這邊有很多 特種行業的專家 黃石說 一般是入浴料加服務料 兩萬加兩萬 外國人情況一般會貴一萬 小島說 有沒有興趣來台灣開個元宇宙 他那個 怎麼講 所以 像那樣子的店出來 會不會對整個購計庭造成影響 不會啊 完全是一個超過 當然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但是這是隨著時代的變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 怎樣有改進 怎麼方便怎麼來 對吧 因為這三年有疫情嘛 那大家都要生活呀 你看那個脫衣舞場 秀表演秀的 那個地方 昨天我們去 我想帶我的客人去看 他不安靜 為什麼 他搞包場 有人全包場 有人包場 而且是日本AV界的一流的二流的全聚會在那裡 他們也要去表演脫衣舞了 請自己的客人來看 對 就是給了一種福利吧 福利吧 福利吧 他去他的電路節目 對 李淡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李淡我知道 李淡跟你們台灣的阿雅一起來的 李淡跟他就是一個脫口秀 脫口秀 他姓李有 姓李有 姓李有 他後來又來帶朋友來吃過飯的 真的喔 李淡很紅耶 沒有啊 像他們講 因為現在日本AV界現在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他法律變得很嚴格 對 最近改的 最近改的 那所以他就去做那個脫衣舞秀 對 就是以前那種生存方式 已經不買他那個碟了 明白不 以前買Bito嘛 我們叫錄像蛋嘛 對 以前賣錄像蛋 現在誰買錄像蛋 網路上全有的 而且R18也關了 就是一個網上下載的網站 明天就關 不不明年就關了 就連下載也沒有 是美國的嗎 R18是日本 R18是日本 對 有網友說馬德我也要去看 那這個請 小木哥之後你們自己在網路上問他 到底是哪一天要辦這個 因為我沒有聽說 我也推特你們可以跟我聯絡 對對對 我再做一次廣告 好再做一次廣告 我再做一次廣告 十個人不到一百個人可能 因為我公佈在推特上面 還沒開始 我在推特上公佈以後 大概有一百個人加了我 所以我就希望盡快能到一千人 我就可以跟我們中大一樣的 可以做直播 可以可以 我們等一下查一下幫忙貼 等一下 我再查一下 這個 我來查查看 沒有查不到的 謝謝 請問我們點的就這樣子嗎 你還要再吃 因為我剛剛要去點的時候 老闆娘很好心的跟我們說 我們會吃不完 真的嗎 他沒有讓我繼續點 不用不用不用 我這樣可以繼續點 范冰冰跟我們說的是 你來吃一下嗎 范冰冰跟我們說的 你來吃一下我就繼續點啊 再 這就全部了對不對 對 我剛剛要再加點 老闆娘說你會吃不完啊 快浪費 再點 可以加一個不辣的爆炒腰花 對啊 那個很補腎的 補腎是不需要 有找到的 我幫你貼起來 現在已經有4760位訂閱者 真的是我的一個老頻道 不是這個 就是有人跟我投資搞了 新的一個頻道 我剛才報的那個名字 還沒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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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啊 排泰 只有100人200人 這是我以前我自己玩的 是 我發了大概幾十次吧 這個不正規 以後專門正規的轉播 真找不到欸 沒找到 對啊 只有都是4750位訂閱者 對 那是以前的 沒關係沒關係 到時候你們觀眾推特就有了 好 不然我可以幫你貼出來 對 OK 謝謝謝謝 李旦是看脫口秀的啦 大家 對 對 用它這兩把飯 用它這兩把飯打散了 我們就吃這個飯就可以了 對 這是台幣嗎 沒有這是日幣 日幣 對 Rankai Yu說 主要是日本拍一片有個事務所 傷害你又被舉報了 日本倫理委員會順勢處理A片事務所 對 日本放送也有審查制度 對 其實這也跟奧運有關 奧運的部分呢 就說的 這個比較嚴格一點 怎麼樣 李 李庫馬記 對 我的推特名字就是李庫馬記 對 64人訂閱那一個 有 謝謝小農菜 謝謝 幫我們貼一下 他不能貼Link 網友不能在我們的頻道貼Link 那我可以貼Link 我去找 你可以 Gordon勇人大板說 明天可以找日本妹妹出來聊天 我人在東京 剛從歌舞伎挺回到上椅 所以 現在整體日本的風俗業 有在準備迎接 接下來的旅遊記大爆發 當然 最近電視上一直在放 因為中國大陸還沒開 現在已經各國的 比方說 特別是東南亞的 歐美的 都已經大量開始進入到日本 他們已經在喊沒有員工 對啊 因為這三年也都很多辭職了 關門了 可會不會沒有小姐呢 現在 小姐還是有 小姐 你看你剛剛就在歌舞伎 看那麼多人站在大街上 滿街都是 現在日本出現一個年輕的小姐 是沒有地方住 她都是從鄉下家裡逃出來的 不願意讀書的 我們都說是援助師學少女 對 這種少女多的是 特別是這兩年 更加 都是從家 我們叫出逃的 出家的 這個 Ognis Young 謝謝你的斗內 所以很多走入到 風暑店工作的 都是這種人比較多 我們這樣講 大家一定有故事 在日本 兩個東西我想要問 這個比較 肚子裡面有東西才能問 第一個 日本人好像沒有那麼在乎 在Club工作的小姐 對 不在乎 不在乎 這個為什麼 因為 因為她到Club 這不是直接跟心有關係 是可以賣藝不賣生 對 而且她覺得這是一種鍛鍊 社會鍛鍊 你看日本的女孩子服務男生 在家裡她媽媽怎麼服務老公 她的女兒也看到 這需要學對不對 所以她一代一代的人 所以到了陪酒店的時候 她自然就知道 所以那時候我是很主張 外國留學生應該都到 陪酒店去訓練一下 我有遇過那種 日本到台灣留學生 她就講說 我們平常打工都在 那個林森北路那邊 她就一點也沒有介意 這個有的沒的 反而是我想說 她這個可以講 這個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日本跟台灣差很多 你 對 有網友查到 對 我給你岳洲理文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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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行業來講 本身就是一個無菸產業 是 所以它既然有風俗的雜誌 大量的雜誌 以前有video 我們叫錄像蛋 現在叫光碟 還有AV這個產業 只有日本有這個產業 是沒錯 而且它因為有了這個產業 對於社會能夠解決很多社會矛盾 少了強姦 而且對於衛生 就是艾滋病這些管理都比較方便 所有的這些禽色店 它都要有健康證明的 才能去到泡泡去工作的 這個就真的是非常好的 要不然它長樣給別人怎麼辦 文化差異 對 它解決了這個問題就可以 但也會帶來一些社會問題 比如說現在牛郎 搞很多女兒子去他們喝酒 花了很多錢 結果女孩子還不起的時候 就把女孩子介紹給封鎖店 那就變成一個奇怪的產業 惡血循環 還有讓女孩子吸毒 吸了毒以後 這很惡質 吸了毒以後她買不起 那她就只能去賣生 也有這樣的 這也產生了後代的一個 下面的一個社會問題 這個我想問一下 因為以前購物基庭 我們小時候都是單純的Club 都是女性唯一的店 什麼時候開始變得 牛郎店這麼瘋瘋瘋 也就是十年前 我們剛才走過來看那麼多廣告牌 對吧 那也就是十年前才開始的 以前最早的購物基庭的 牛郎店叫愛的本店 那老頭第一本書是我幫他出的 愛的本店是開了六十年的牛郎店 所以我說有七十五歲的牛郎在裡面陪酒 那真的 就是很紳士 很紳士 很專業 有點像穿那個Budder 那個管家的背心 穿禮服 穿禮服 禮服 所以很專業 但是現在這些牛郎 就有點亂 是怎麼樣亂 這個要聽前輩解釋這個狀況 因為可以講這些牛郎裡面 百分之九十的學歷不高 就有點像工地打工那種感覺 他們又找不到好的工作 就初中畢業以後 就出家了 就從家裡逃出來了 對 也不願意在鄉下搞農地 嗯 這種農中國不願意 就不願意做辛苦的工作 就想到這裡 所以搞這個 賺虧 可是這樣子難道女生不在乎嗎 我的意思說 是要男性的Club 又有訓練 又有學藝 當然他們的老闆會教 還有一個女孩子 因為在這裡 受不到尊重的時候 只要到了這種店 她就做了公主了 哦對 她做了皇后了 你來不 對原來可能下次在Club 或者其他的姓程也做 她來這邊就做皇后了 對因為她有些是在風俗店幹的 有些更多的還是一些男嶺啊 白嶺啊 公司在公司被老闆欺負 對啊 公司老闆欺負 他的上司那些男嶺都會欺負他 西瓜哈拉 帕瓜哈拉都有的 所以她今天走到這種男人的店 牛男店她就受到尊重了 嗯 那所以就變成一個補償米粉的一個 是啊 狀況 對 補腰子的時間 對對對 補腰子的時間到了 好好好 大家開心 你們菜也要記得吃啊 嗯 我想吃這個 公主是什麼 我特想 好 吃吃吃 吃吃吃吃 你們兩個幕後的辛苦的多吃點啊 沒事 好吃嗎 辣嗎 你要這一碗白飯嗎 不用了吧 半碗 呃 再半碗白飯 這不辣 有網友想要問問題 但麻煩你抖內 嗯 哈哈哈哈 你是資本主義台 對啊 所以整體的 風俗產業 開始往 服務女性的方向走 這個對你來講 會不會有不適應的地方 因為以前 我覺得這樣才正常 嗯 男人也需要 女人也更加適合 所以反而 反而變成一個平均的 對特別有些結了婚生了小孩以後 嗯 對吧 他跟他老公之間也沒這種關係 對 所以出來玩一玩 所以他在這玩玩能開心 只要他開心 存在的都有他合理的地方 嗯 所以他之所以牛郎店會那麼發達 也有他的道理 嗯 那所以 會你 所以這個產業 反正基本上 永遠不會退色 或是退流行 對 嗯 對 我也帶他們去的 嗯 那就是說什麼呢 我都能從他們身上 那些男孩子 學到很多東西 有網友說 我為什麼不點水煮魚 據說 林曉木他店的水煮魚味道不錯 但有點辣 有點辣 我們講完就封喉 封喉會回家 好 那我點水煮魚 他剛剛也說 大家都跟我說 我點水煮魚 但因為很辣 叫做不要辣 你跟他講一下 他好像不能不辣 不要不辣 可以可以 可以 跟他講 那盡量少辣 不辣 盡量不要辣 嗯 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 陳龍到這裡拍電影 就吃著水煮魚和水煮牛肉 就這個啊 這個牛肉 那個時候我們不開始 我幫你置頂了 讓你多宣傳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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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nkai Yu說 據說日本主流社會 是亞洲最保守的 這對小木選舉有負面影響嗎 還是說小木的選區 比較接受暗內人的工作嗎 這個問題就複雜了 真的說我們這個選區 都是老人比較多 因為要有一定的錢 才能夠住在新宿區 所以呢還有一個呢 就是老人的多的話呢 那就變成是自民黨 還有公民黨 公民黨最強在新宿 然後才是共產黨 我以前代表的民主黨 都很弱的 所以呢後來我就也沒進民主黨 我就自己個人選 他沒有辦法幫你 那就沒有必要入黨 對 因為他們的政策不一樣 幫你衝到391啦 今天可能沒辦法衝到1000 謝謝 謝謝 所以在 酒店裡面到底要不要給小姐小費 在Club裡面要給嗎 也可以給 也可以給 也可以不給 你不給不覺得私利 你給了 當然他也高興 他也開心 就這個東西沒有 基本上是 日本是沒有給小費的習慣的 對 跟香港不一樣 有但是那是英系 英系的模式 這個英系不是蔡英文的意思 這是英國系 英國系的模式 謝謝謝謝 謝謝 好過500了 509 謝謝 謝謝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日本沒有給小費的奇怪 對 但是你去Club的俱樂部 小姐幫你倒酒 是 你給小費會不會很奇怪 嫌你很粗俗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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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換了個盤子 不然你給我500 也沒有 身上一毛錢都沒有 應該不會吧 應該也蠻多外國客的吧 對 外國人還是 不要說你們台灣人來 就想要給小費 哦 經常一個一萬 經常 還沒進去 你幫我去換 我有一些老客人幫我換 他拿幾萬塊給我 你要換幾十張的一千塊給他 對 對 對 一打子 一打子 對 美國是一定要給一破 但是 日本的酒店 是不是沒有包廂 日本的Club 沒有包廂 因為反火條例 因為有異性陪同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就像條通那樣看起來 對 就跟條通一模一樣 當然如果有格子 有個格子 為什麼不能有包廂呢 因為你喝了酒 有異性陪同你的地方 在喝酒 也只能在營業時間 在十二點以前 十二點要關門的 但為什麼這樣 因為有防火條例 你想我這個包廂 上面就不能頂上去的 看到嗎 哦 真的耶 它不算是一個包廂 當然我們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包廂 對嗎 這個上面不能頂過去 防火條例 有規定的 不能密封 不能密封 這很特別 所以原因反而不是說 避免你突擊摸狗 對 你在一個小的空間裡面 是不能密封的 那KTV呢 KTV你是自己的朋友 不是對吧 可以啊 KTV 那是你自己 同伴自己 她怎麼知道我是自己的同伴呢 自由戀愛 不好意思 我們台外人很愛享樂動 可以帶一些自由戀愛的夥伴 嗯 她要登進你的手機啊 登進你的聯繫 哦 是的呀 現在DISCO 奔低的 要看身份證才能讓你進去 哦 你看Gordon勇人大阪說 我們讓小姐喝酒超過電車時間 通常會給個五千一萬左右的計程車 對沒錯 剛剛可以坐回家 沒錯 真奇妙 這個有很多知識是不知道的 劉冠超說 小木哥米昌娘子演的黑色皮革手冊 是不是真的有這種事情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這什麼 我也沒看這個記錄 沒看這個電視去 所以我回答不了 對 不知道 天神挺 調停 聲放鬆 也不是啦 好像不是 我們幫你衝到620秒 謝謝 謝謝 你要更新影片 然後衝時數之後才可以直播 嗯 對 那一般是要到一千 還有時間也要規定的 對 內容量的那個才能直播的 以後日本有什麼突發新聞 你可以連線我幫你回答 好啊 沒問題啊 日本有什麼突發新聞 突然這邊發生什麼事啊 比方說安倍被槍殺了 對啊 那天 那天 安倍被自殺的那天 抖音跟我做的那個 950萬人在我的平台 哇 大家都想要了解這件事 對對對 因為那時候他還沒死嘛 只是進了醫院嘛 對 那邊跟我們連線 那不是馬上沒有死喔 沒有 他說馬上就沒有聲音了 他搞了幾個小時 等他老婆到現場 才宣布他死大 他11點鐘被槍殺的 實際上早就已經沒有了 沒看到直升飛機 那時候他已經沒有聲音了 到5點鐘才宣布他死大 就是 人可以延命 但是 你其實就是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 跟他應用機器把你撐下來 沒有用 等他老婆來了 他老婆在東京啊 我一看他拎了一個行李箱 我就知道 是幫他帶衣服去的 因為他身上的血嘛 要給他換衣服呀 對吧 他拎了一個箱子嘛 那天氣你不講我都快忘記了 有啊 當時就是 一口氣讓他撐下去 他其實已經死了 對 當場就被打死了 對 要不然他前面的那個 解衣偉啊 他老婆為什麼能夠到醫院去呢 就是這個道理 都是去送洗 就是最後一口氣 對 大家要明白了 就是最後一面了 其實誰見到他 他都沒講一句話了 對 已經沒辦法了 已經沒辦法了 但那個時候日本的反應怎麼樣 日本社會覺得很震驚嗎 當然震驚啊 隔岸關火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種到街上 今天去參加競選過的人 更加怕呀 對啊 你們就背後被人家拍槍 也不知道為什麼 哪一天我站在街上 人家給我一槍呢 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說 有幾十萬人在網路上 極右分子罵我們 哪天他真要有槍裡 你可是動一個武器 你不知道的 這就是一個導火索 所以有時候 你就會把自己的事情去聯想 就了解自己實際有經歷 對 實際上政治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姓氏 姓氏和政治在日語裡面發育 有時候同樣的詞叫 政治跟姓氏 姓氏 但這個詞組是我理想不照出來的 姓跟詩形漢字在日語裡面有 但這個詞組沒有 沒有這樣組合 沒有這個組合 字典上查不到的 政治的姓氏 只能查到政治兩個字 是我在以前 你看我後面這個就是 美國新聞週刊知道吧 紐斯維格 紐斯維格 日文版 我寫了它15年的專欄 中國之教育格差殘酷物 就是 批評中國的那種 住好學區 不是 就是這條街 有學校你就能進這個房子 就很貴 有 我批評這個是講深圳的 後面這個也是鐵飯碗 鐵飯碗都想當公務員 對 所以這種事情 我在 《玫瑰新聞》這個寫了15年的專欄 但後來編了一本書叫《日本有病》 就這麼 《日本有病》 它的中文版叫《日本有病》 日語版站在外面 所以你看你的海報上面都寫原中國人 那這個會不會對你的選舉造成影響 沒關係 你不寫這個他也知道你就是這個 我名字沒改 他一查就知道 無所謂的 無所謂 我反倒就是 我不是為中國人在這裡發聲音 是為在日本的外國人發聲音 為在地人 在日本的外國人發聲音 這個意思 還吃得下大家 蛤 有這麼多啊 就是 還有誰注意 吃完打包帶走 對打包帶走 打包帶走 我們可以打包帶走 對不對 很多日本店不行 我們這可以打包的 對沒問題 很多日本店不能打包 是啊 根本不能打包 日本的很多是因為是不給你打包的 他幫你回去吃了 然後肚子 他規定有時間之內要把它吃完的 很多日本的高級的 特別越高級的越不給 還有網友在那邊講說 他說他也可以每間酒店都去一次體驗各種酒店不一樣 我不會講日文好嗎 開銷也太大了吧 不是這不是開銷問題 直播成本 這裡的 大家多打點賞 他們就也知心了 有啊 才不信他們願意讓我去直播好不好 嗯 在台灣會上新聞的 在台灣會上新聞的 但像羅蘭這樣子的人是怎麼崛起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 我告訴你 對 羅蘭是因為在中國圈出名了 他才日本的電視找到去做的 包括蔡景空 蔡老師也是一樣 日本人是不知道他 他就是一個演AV 是有看這個片子的人 他知道有個蔡景空 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因為當時蔡老師在中國的微博已經很紅 在中國很紅 因為他們都叫他蔡老師啊 你知道他有張什麼照片很著名嗎 跟你剛剛講的那一位 經上的夫人一起拍過照 還有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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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男 對對對 他跟牙男一起拍過照 這邊是彭巴巴 這個是牙男 這個是蔡老師 三位有張照片 主辦單位是什麼 瘋的嗎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這樣做 主辦單位應該是 牙男的老公 吳征 搞了一個活動 把他請過去 那也不能這樣子弄啊 這一定是出事的 對 那很多年以前不知道 那他不知道 怎麼可以隨便讓你上台 我看那個照片我都嚇歪了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所以 蔡老師是在中國出名以後 他返回來出口轉內銷 因為日本人喜歡的AVM 跟中文圈不一樣 羅蘭前一陣子好像就自己開店 他收掉了 他就在歌舞基金啊 在歌舞基金 真的喔 對 前一陣子是這樣 是那個樓 愛的本店那個樓 現在裝修 全部把它翻到重新蓋樓 是這樣 他拿了日本政府的補助的 蛤 是因為他促進了經濟嗎 也不是他 不是只給他一個人 是因為肺炎所有人都給 我們這種餐館也給啊 這要開飲食業的 你正規拿稅了 你只要前兩段 前兩年三年也正規拿稅的 你去申報都給 全部都給 連我個人都給了我一百萬 真的喔 因為我個人沒有一個事務所 我叫理想部事務所 我有公司 我前面的演出費 我都不管是在大陸啊 還是在香港出演的 出的書啊 我全部到日本去報稅 報了每年都有一千萬以上 他就是要給你錢的 所以就這個角度來看 羅蘭是先紅了 才被稱為日本第一牛郎 然後日本當地才報到 對 然後原來是在中國捧 他偶爾 像他日本的深夜節目而已 那像他這種類型 日本太過不進了太多了 還有很多長很醜 那個風格在台灣好像比較不一樣 他就爆走足路線 還有 巴卡酒 有那種的 還有 還有一個叫 拓野 拓野 拓野我知道他死了 對 對 我知道 他的店就開著 一個胖子 開著那個 在你們台灣很有名 其實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紅起來 也不是 日本根本就不知道他 沒有 拓野 拓野 一個肥仔 長得很像四叉貓 就是一個更胖的四叉貓 就幫你幹這個的 他是吹喇叭的 對 吹喇叭的 吹喇叭專家 吹喇叭的 對啊 我都知道啊 他就在二丁木開店嘛 一個小小的店 以前他們搞了一個 那個就是深夜版的矛盾大隊 對 所以不用 去比賽 不用知道沒關係 拓野也好 羅蘭也好 昌老師也好 日本的 秦世界的 這些有名人 都是在 國外出名 在台灣 在大陸出名 因為出口轉內消 原始是站不上台面 出口轉內消 才猜日本有名 才知道有這個 原始是上不了台面 對 這樣子就讓他們有台面 畢竟中華權的人多嘛 人口多嘛 是這個意思 沒有 網友不要一直再問我 要不要去喝了 我沒有 還有網友說什麼 去酒店可以有翻譯 所以 酒店有翻譯 我說請幫我翻譯一下 很漂亮 你跟他講鈴鐺很漂亮 他還跟我說 謝謝 然後我再說 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人媽 幹嘛 有翻譯的演講 一般會增到兩倍以上的時間 有病 對 吃飯的時候做翻譯 也是這樣 他剛才講什麼 他說這個菜好吃 他講這個菜 那你們兩個都吃 你就不用我翻譯了 明白嗎 這經驗 真的白講 這個沒有 你如果不懂得當地的語言 就不要 對 那到底 那到底是翻譯要在我耳邊講話 還是他要在我耳邊講話 請大家不要想太多 我昨天啊 帶了一組客人 也是我的 就是 熟客 熟客 他們不會講日語嗎 我就帶他們到外面去喝酒 喝到早上四點鐘 然後一個是從美國來的 你昨天喝到早上四點 對啊 四點 所以我今天回你的信 回得很晚嗎 是 不辣的水煮魚 你的特製水煮魚 一點都不紅 你看 謝謝大家 然後 然後呢 沒想到 碰到一個 純正的AV女優 他有片子的 就還拿出來看 既然他能講英語 那個從美國來的開心死了 他不會講日語 要不然我跟他翻譯得累死了 對啊 誰去那邊酒店還翻譯 開玩笑 他老老包包啊 碰碰啊 養養 他就去請你酒店 哦 那這個就是語言的優勢 對對對 所以會英文也沒關係 因為很多日本人 學得基本的英語的 有加分 你會講的吧 表人家漂亮 你總會講吧 有加分 Sexy 講的 說得很性感 這幾句話 就一起去開心 那真好 那也是運氣不錯 大家可以開心 試試看 然後再問一句 How much 都告訴你 你知道這個 比話也行啊 沒有沒有也不是 後來有網友說說 雖然我記得 翻譯機 翻譯機 Google Translate 對 幾乎ですか 幾乎 不不不不 不然你就告訴他多少錢 就翻譯 你想講什麼中文 的日語 你先講中文 翻譯機 就變成日語 昨天我有另外一個老頭 就這樣搞的 你昨天到底帶多少人 六個人 他是兩座客人 完全不相安的 昨天我只能陪他 而且各自需求 就在外面 一個從美國來的 一個是從另外一個地方來的 兩座人 我就坐在中間跟他們聊聊聊 最後兩座人合在一起 變一大桌 變成一大桌 那個餐廢是由一桌買的 到那邊喝酒了 有另外一桌買的 這最開心 在日本很常遇到隔壁桌請你 然後呢 對 然後呢 有一桌的人 全部帶小姐走了 然後呢 這個 美國來的那個 又把那個店的媽媽小姐 乾完回來的小姐等著他們 叫上我 去吃那個壽司 在那個區政府那個後面 他們這麼 四點 就他已經帶出場了 還回來再去吃壽司 對 因為他出去 因為他出去只有兩個小時 我聽了都覺得頭痛 真羨慕他不用考慮睡覺 你最近開兩場直播 但你不是最累的 對我不是最累 原來還有人比我更累 對 向日葵一般的少年 謝謝你的董妹 劉冠超說 讓小木哥介紹會中文的小姐姐啊 這很難嗎 也有中文系的AV女優 這個很難 不一定有耶 這個很難 能講中文的AV女優基本上沒有 而且你還要強調說他不能是 講英文的有 他不能是中國人假裝日本人 有很多嗎 阿薩布魯王 有說不行我要日本 你又要人家嗎 會英文會日文 是幹嘛 你是要找老師 日本女生真的特別討人喜歡 不是這就是一種迷思嘛 也沒有什麼 裝的就沒意思 像我昨天講的會講英語的 他中學就到美國去留學過 而且他本身在日本是當英語老師的 日本的英語老師 這個競爭力馬上就變很強 而且長得很漂亮 而且他手機裡面 那個疊的片子給客人一看 哇就喜歡了 兩個人大開心 兩個人真的想要帶走 兩個人真的想要帶走怎麼辦 請問在這個時候出現爭端要怎麼辦 就是以前以後唄 所以我等了很久在那個店裡 明白我在講什麼 我明白 但是他們自己都不會有疙瘩嗎 就是 關於以前以後這件事嗎 不不不 重點不在以前以後 就前面跟後面要接手 會不會 還有網友說是不是FC2的英語老師 他們拿的做的是兄弟 不是那個以前以後 是依順序來前後 請網友不要發神經 不是那個以前以後 那這樣昨天晚上你就搞得特別晚了 對啊 4點 快4點多才到家 小木科 60幾歲 還陪他們玩到4點 那我陪他們玩 我也很開心 你也開心 其實今天早上我的嗓子有點啞 因為昨天風特別大 我在外面跟他解釋了半個小時 這個是台灣人的 這個是誰開的 這會倒嗓 昨天風大 所以我經常起了嗓子癢的 而且可能吹了一點風 你看我有點流鼻涕 對 我不是感染了那個 我六月份感染過一次 我打了四針 而且打了五針 你打了五針 現在要打到五針 我日本政府給我免費的可以打五針 但我這五針裡面其中有一針呢 是那個流感的針 真正的第五針的肺炎的針 那個輝瑞 是下個星期我預約的才打 那也打了他那針 我等於打了六針 還加一個感冒的 感冒是自費的 那個奧米克蘭的那種 是國家免費的 別打太多了吧 沒事 有人說 打了掉頭髮 我看我頭髮差不多 而且 我早上沉補好厲害 哎呀 你看 越來越驚人 越來越驚人 好 這個劉梯良說 三位數的健客 在此向四位數的健豪致敬 就是 他三位數 他女友三位數 但是他向四位數的 乾杯 乾杯 可能還要再活 我們剛剛講陳柏呢 是台中第二選區被罷免 那個人叫陳柏偉 各位 每天早上想到陳柏偉 覺得很開心 好不好 哎呦 這個 真 真的是 你現在想問我多久了 我想看一下 因為 130 130分鐘是不是 那我們再做個10分鐘 就開心的打包回家去啦 對 也要讓小木哥回去跑 我自己還要 我想我不行 我現在不覺得那個 我現在開始慢慢來靜了 他說他不能走太久 也不是我真心不行啊 我剛剛其實也走了一個小時 對 有 反正 反正我只想呢 以為今天很冷 是 我不想有 我怕冷 因為我瘦嘛 我一看不冷啊 真好 也怕冷吧 然後呢 好像還沒講完 這樣還沒講到 有些人還沒去呢 情人酒店沒帶你們去看 也不是 我們到門口看 怕遇到認識的人 譬如說台灣政治人物 從那邊走出來 剛才有台灣有 有有 有台灣四個 五天前台灣的立法委員 才在日本訪問 然後前天回來 我是怕在門口遇到立委 我不知道能不能講那個名字 你們台灣以前國民黨的一個考試院的院長 你等等 你都講到院長了 你不要講去 OK 你不行 不然你在他耳朵旁邊 你再往耳朵邊講一下 他還生得很小 他還生耶 我有製造一些噪音應該好 應該可以 好 他沒想到那麼老耶 那麼老也OK 他以前 二十年前 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真開心耶 不是不是 好大家忘記考試院長這件事情 就 你不要重新提 我沒有要提這件事情 然後咧 就是 你們台灣有個搞音樂的 哈哈哈哈 你們不要這樣 我們要漫漫風 你講的名字 好像不是搞音樂耶 聽起來像是我們內政部長 聽起來像是我們內政部長 不是啊 另外一個嘛 另外一個 你用寫的 不行 我很緊張 我有麥克風啊 可以你拿去比嗎 可以你拿去比嗎 他把全世界三大南高音 請到你們台灣的 搞音樂的 我好要認識他 我好要認識他 你認識嗎 等等 你這樣講給太多資料 他媽根本不用拆好不好 你也不要自己講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小木哥 下次要知道這種 節目不可以 搞得我們好像是那個 這個 好 他本來也就花名在外 是吧 人家有錢啊 沒有啦 不要亂拆好不好 不要亂拆 就這樣子 不是不是不是 幾個字 三個字 沒有沒有 不是 不是 媽幹 就不是嘛 我不能再翻車 我好緊張 別這麼說 你們台灣好多名人我見過 還有兩個字的演員 就是我這個吃飯 你不要講 我好緊張 我都發 你跟百零國講 我緊張 你跟百零國講 你跟百零國講 到時候要告他們 不要 不要抱我們 我們 我們很低調的 而且我們 看我們節目人 充滿了敵 他怎麼樣就想要搞我們 所以 打一波正能量 對 正能量 大家這個 乾淨直播 好 也不要再猜了 真是 有網友李錦浩斗內 他說個人認為和女生調情語言不是問題 以前在泰國酒吧認識妹子 圈提是妹子 從頭到尾Google翻譯 也是玩得很開心 所以談戀愛跟語言沒關係 不是不是談戀愛 他們要 要自由戀愛 對要自由戀愛 自由戀愛 不是 也沒有說 如果在日本 禁止一個可以 可以做愛的人 結果他是 到了法定年 可以的 你要禁止他了 不管他結婚沒結婚 那是違反人權 你要禁止他 有這麼嚴格 目前有785位 謝謝 好 就快要可以開直播 快要可以開直播 再等一下 不急不急 我們 其他沒什麼 就是 這個 不是 但等等 你在那邊 他坐在那邊吃飯 又不是說 那等一下小木哥 帶我去 我媽媽找五六個人來打號 打到後天為止 不是嘛 只是剛好遇到 我們在那邊 他是想來拍一個電影 叫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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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這樣 這個 對 所以 這邊的法律小姐 也是要滿十八歲 還是十幾歲 十六歲可以結婚 對 現在呢又改了 十三歲 只要父母同意就可以 那但是特種行業 不是 這小孩 小孩就是 父母同意的話 十六歲就可以結婚 那法定呢 一般是十八歲就可以 那要來這邊工作呢 在歌舞技體工作 工作沒有規定 工作沒有規定 要滿二十歲以上 要滿二十歲才開始 在這邊成年 不 投票權是十八歲 後來改第一個 就是成年節是十二十歲的話 現在某些地方呢 他也在爭論 是十八歲還是二十歲 有我們上次就公投就失敗 也沒過 台灣是沒有 台灣是二十歲 才能投票 那台灣同志可以結婚嗎 日本還不可以 日本還不行 對 日本不行 但我們這個區 特別我們各務基金的 街道委員會 我們叫正行組合的 李市長的 女兒 現在是兒子 他打那個長鬍子 他純時間覺得他變性 很有名的 他可以講他名字嗎 可以 可以 Sugiyama Fumiro Sugiyama 山山 山樹的山 再一個山 高山的山 文野 山山文野 山山文野 全世界很有名的 日本的這個 變性人 LGBT LGBT 你好專業 當然我太知道了 我跟你講 現在要叫LGBTQ 你們倆都很厲害 對 左思義的歐菲是說 朱大律師很厲害 長勝律師告不倒 也不是這個樣子 三年前你們台灣合法的時候 日本電視台請我專門討論 我們做的事情 唉唷 專業 這件事 我很關心這些事情的 沒有 這是你們的領域啊 因為他也想要在這邊工作的話 就要有一些定位 那跟各務基金還沒關係 我們有一個區 跟各務基金完全沒關係 就是涉谷區 西布亞 他的同志 是可以按照結婚待遇 給福利的 那個區 那個區特別開明 因為那個區長 那個區長 就是最支持這個的 哦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對 反倒是新宿區 還沒這個法律 新宿區 是不是 新宿區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區 新宿區 有我們東京都的 辦公大樓在這裡 還有 日本 全日本最早 最多的高層建築 都坐在這邊 有人很窄 小小的 對 就是我的學校那一堆 TOKYO MODO那一堆 地標性的建築 為什麼是那你可以呢 因為美軍一直是管制著日本的 只要有美軍基地的地方 不准蓋高樓 因為它飛機不能飛 對 而且日本本國的飛機 是不能飛一萬米以下的 所以日本的飛機 聽我講完 所以日本的飛機 就浪費油 浪費時間 浪費錢 客人的運輸費就很高了 從東京飛大阪 它不能這樣斜著飛過去 它要盤旋到一萬米才能飛到大阪 大阪沒軍事基地 對吧 因為東京周圍有橫河 瓦那邊有軍事基地 所以必須升空到一萬米 後來是因為東京有了奧運會 才開放 才開放 才開放的雨田機場 雨田你們的飛機只能飛雨田 是 現在呢 就是你們 飛雨田的時候 你們是要盤旋下來的 因為這裡有機場 後來因為開東京奧運會 美國人才同意 這個飛機你們可以低飛 到雨田機場的 這樣的話 你看上次川普來日本的時候 安倍還要坐車 到全馬去到高爾夫 他可以從他的美軍進去 坐飛機 自動飛機到全馬去 日本不能開自動飛機 什麼飛機都不能 只有這兩年 疫情的時候 才看到 終於東京天空上看到飛機了 看到本國的飛機了 明白嗎 懂 是這個意思 還是美國人開放 不然就沒有 日本三分之一是殖民地 天空都是被人家美國人管的 為什麼人家會說 日本開的奧運會 會毀掉日本AV產業 不是 那是因為日本奧運會 刻意限制了很多 AV產業的相關事物 第一個 便利商店不能夠展示 色情書籍 以前便利商店 有一個小櫃檯可以 對 有一個小區塊 然後那個東西是越變越嚴的 最早的時候我來日本 是可以展示 然後後來過了幾年 變成用袋子包起來 對 然後再到了奧運前 是連放都不能放 對 以前那裡會有賣那種 色情產業的那種 我告訴你吧 這是聯合國人權組織 早就跟日本提議 提意見 但他們不理 但是你要看奧運 你必須理 才慢慢改變 對 對 而且對AV女優也制定了新的法律 這很嚴格的 而且連漫畫也都受到 別這麼說 文化隨時都可以改的 而且他們對於 漫畫跟動畫也做很嚴格的限制 就是 你不但不能是幼女 就不能未成年 裡面的女性 而且連看起來像幼女都不行 所以童言俱辱 不是 是他說 不好意思我是精靈 所以我 現在兩千歲 但是看起來像小孩 不行回法 所以這個是 他全面性的 硬改之後 就 日本就造成了很多的變化 簡單來講 今天幹嘛就 講這麼多知識方面的東西 對 就是幼女 意思就是未成年的女性 那所以這個才是 有這個 有網友說 日本刑法點的性同義年齡是13歲 但青少年性犯罪法定 有規範 所以千萬 不要亂試 就這麼簡單 對 李帆也不能異世界喔 不要 沒有用 異世界就是 啊這個是 壽兒娘 所以他其實 什麼是壽兒娘 這就不要解釋了 反正網友都知道 就好 好 嗯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 開心 李小木 謝謝 小木哥 謝謝我們主打幫我 增加600多個粉絲 不是 謝謝 謝謝 已經到880了 880了 謝謝 現在是899了 隨便一個按讚就到900 OK 今天可以破1000 謝謝大家啦 謝謝 好不好 那我們就揮個手說再見 改天我們回來的時候呢 再請小木哥跟我們直播 好 說不定哪天我拉著這個手機到台北去找你們直播 也可以 還是不能去台北的那個風俗夜 可能沒有帶你去 我們會被警察抓走 可能在辦公室 對 辦公室 台灣不是也有很多日系接待日本人 有有有有 但我們也不能進去直播 因為是我 我的敵人很多 哦 他們會被打 沒有真道理 他們會被開槍打出來 OK 好 謝謝 跟大家說拜拜囉 拜拜 拜拜 嘿嘿